开场一名白衣女子从高楼坠落 当场身亡 怨屋刚好路过这里 稍作停留后便离开了此地 赶来的警察觉得怨屋有些特别 但又说不上来 白衣女子的父亲白妇认为 白衣是被她的丈夫大山害子的 希望警察能捉拿真凶大山 但由于警方找不到任何相关证据 所以只能认定白衣为自杀 因此警方也帮不上忙 白衣一死 大山就能得到一亿元的保险赔偿金 所以大家都怀疑 她和妻子的死脱不了干系 包括警察 白衣是大山的第三个老婆 第一个老婆在洗澡时遇到意外 结果溺死在了浴缸里 第二个老婆则遇到了交通意外 虽然大山有严重的骗保嫌疑 但警方根本找不到证据来证明 所以警方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白妇由于不能为女儿白衣报仇 而终日活在愧疚中 最后她脑子一热 决定亲手干掉大山 哪怕是同归于尽 结果白妇在去复仇的路上撞到了怨屋 怨屋似乎知道白妇的事 她提醒白妇 愚蠢的复仇只会毁灭自己 白妇愣了一会儿后想叫住怨屋 但怨屋已经走远 此时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多了一张黑色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 怨屋本铺消除你的怨恨 于是白妇根据名片联系到了怨屋 怨屋告诉白妇 大山二老婆的母亲曾经也联系过我 但我还在调查时 二老婆的父亲就忍不住想和大山同归于尽 因为二老婆是出车祸死的 所以她的父亲想让大山也这样死去 结果夫妻二人在去复仇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二人双双离世 所以怨屋之前才会提醒白妇不要冲动 外行人杀人的成功率太低 怨屋的公司有很多优秀的员工 他们能帮得上白妇 可以保证做得干净 不留证据 还会把现场伪造成意外 不过收费码自然是很高的 需要五千万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 白妇一时接收不了 不过这毕竟是一条人命的价格 高也是理所当然的 经过慎重考虑 白妇决定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只求大山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接到任务后 怨屋立刻来到了情报屋 情报网给怨屋提供了 适合执行此次任务的人选 只要钱给的够多 就算是国家政要的账户号码 他也能帮你查到 不过有一样他查不到 那就是怨屋的个人履历 随后怨屋打电话向大山示威 说自己会制造意外来杀人 叫大山小心一点 最近会有杀手光顾 紧接着大山家的门铃响了 原来是隔壁新搬来了邻居 说了一些客套话后 邻居突然话风一转 说自己羡慕大山 杀掉妻子来骗保 这个主意真不错 我也想试试 大山一听赶紧关上了门 难道这个邻居就是所谓的杀手 邻居告诉大山 我不是什么杀手 只是一个普通的邻居 不过还是希望你能注意安全 可别遇上什么事故 其实邻居就是怨屋派去的 除了支付酬劳外 怨屋还给了另一样东西 这是能给大山致命一击的武器 另一边 大山在洗澡时 突然感觉到水温越来越高 原来是空温装置坏了 大山被烫得不行了 才成功关掉开关 维修工检查后告诉大山 空温装置一切正常 应该是有人专门配了一样的遥控器 从外面控制温度 大山刚送走维修工 就遇到了邻居 邻居拿出电视遥控器 吓唬大山 还说没有证据 不要找我的茶 大山忍无可忍 决心找出证据 控告邻居 结果他刚上路没多久 就发现车子的刹车是零了 最后为了逼让行人 一头撞在了垃圾堆上 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这两次事故 和前两个妻子的死 如出一辙 只是大山的命比较大 他向媒体叫冤 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不要再把我当成杀气狂魔 大山开门时 再次遭到了邻居的挑衅 邻居拿出了活动扳手 暗示这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还说大山会和白衣一样 跳楼自杀 暗中偷拍的记者发现了不对 赶忙把镜头对准了大山 邻居做出一副 要把大山推下楼的样子 吓唬大山 大山在情急之下 推了邻居一下 这下邻居满足了 他借着大山的力 故意从楼上摔了下去 虽然邻居是故意自杀的 但从记者拍到的画面来看 邻居是被大山推下去的 完成任务后 邻居心满意足的笑了 这下大山成了杀人犯 大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警察 但警察却查不到相关证据 随后 警察又从大山的车里 找到了致命武器 致命武器是一份保单 保单上的被保人是邻居 而收益方则是大山的公司 再加上记者拍到的关键性证据 这下大山百口莫辩了 警方最后以杀人骗保 逮捕了大山 大山的罪名完全够得上死心 所以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虽然白富为女儿报了仇 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就算怨恨消除了 女儿也回不来 而且还牺牲了邻居的生命 但怨屋却不认为邻居是牺牲者 原来他曾经救过邻居 当初邻居欠下了一大笔债还不上 于是便准备跳楼自杀 怨屋发现后及时将他劝下 人终有一死 但死也要死的有意义 不能毫无价值的死去 投保后的两年内自杀 是拿不到赔偿金的 但如果是被杀的话 就能拿到 所以邻居才会甘心付出生命 只要他一死 他的妻子就能拿到赔偿金 到时候妻子和孩子 就能过上好日子 只要有愿意花钱消除怨恨的人 就会有愿意花钱舍命的人 怨屋便是从中赚钱的人 事后年轻的警察认为 大山所说的怨屋根本就不存在 但老警察却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某公司的女社长为了缓解寂寞 而找上了牛郎小鸭 谁知这个小鸭在知道社长的身份后 竟以此作威胁 经常向社长索要钱财 本来说好这是最后一次了 但小鸭却出尔反尔 说以后还会继续勒索 见到社长要跑 小鸭急忙将他抓住 给他看了自己偷拍的袋子 原来小鸭偷拍了两人交易的过程 如果把偷拍的录像做成光碟 那女社长就名誉扫地了 而小鸭却不会有什么损失 女社长因此气得破口大骂 在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 毒贩正在和买毒品的女学生进行交易 交易刚结束 老警察就出现了 原来警方一直在盯着这名毒贩 三人见状立刻分头逃跑 其中一名女学生在逃跑时撞上了社长 于是便骂了社长一句 院屋刚好路过 于是蹲下帮社长捡东西 并再次与老警察擦肩而过 院屋离去后 社长发现自己的包里多了一张黑色的名片 上面写着院屋本铺 于是社长便按照名片上的信息联系上了院屋 他本来只是随便玩玩 谁知过程却被小鸭录了下来 所以他请求院屋偷回录像带 并将小鸭进行社会性抹杀 由于小鸭的卑劣再加上他的命不值钱 所以院屋只要了500万 这个价格对社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执行本次任务的人是小帅 小帅本打算用拳头教训一下小鸭 但院屋曾经有过规定 我们这一行只用脑子 不用暴力 所以他只能智取 稍作打扮后 小帅来到了小鸭所在的俱乐部 报名后正式成为了一名鸭子 由于小帅长得好看情商高 因此很快就成了俱乐部的头牌 终日和富婆们混在一起 这让失从的小鸭愤怒不已 一周后的总结大会上 小帅受到了主管的赞赏 并成为了重鸭的榜样 小鸭知道再这么下去 自己就会饿死 于是便打算偷走小帅的奖金 谁知小帅早已恭候多时 他事先在储物柜上放了摄像机 因此拍到了偷窃的全过程 小鸭不敢相信 小帅竟然一直在提防自己 眼看自己的工作要没了 小鸭怒不可遏 直接对小帅动起手来 可惜他完全不是小帅的对手 若不是怨务有规定 小鸭早就被揍成猪头了 另一边 调查贩毒案的老警察 查到了大老板靖腾身上 他怀疑靖腾和之前的毒贩有关 但靖腾却失口否认 说自己开的只是一间普通的贸易公司 由于证据不足 老警察也无可奈何 同一时间 怨务也在调查靖腾 他决定借靖腾之手除掉小鸭 在怨务的要求下 情报王给全日本所有的牛郎 都发了一封邮件 邮件里是小鸭偷窃同行 小帅的奖金录像 这下小鸭在牛郎界就混不下去了 因为所有的同行都会抵制小鸭 今天小鸭面试了很多俱乐部 但都无功而返 曾经一起寻欢作乐的富婆 也不再接她的电话 正在郁闷时 怨务突然找上了小鸭 说小鸭刚才给她发了短信 和小鸭好过的女人 实在太多了 她自己也记不清谁是谁 所以信以为真 甚至把怨务当成了 主动送上门的肥肉 怨务带着她来到了 自己经常光顾的饭店 几杯酒下渡后 怨务就开始勾引小鸭 小鸭刚准备欲行不轨 就感觉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怨务临走前 拿走了小鸭的手机 然后顺手扔进了浴缸里 小鸭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公司里 想起昨天的事后 她明白了 自己是被人下药了 由于没有手机 所以联系不到外界 于是便随便逛了逛 结果她震惊的发现 这间办公室的保险柜 竟然是开着的 真是天助我也 诶 奇怪 这下面是什么 小麦粉吗 就在这时 静腾带着她的手下 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静腾 是这个犯罪团伙的首领 她把小鸭当成了 偷毒品的毛贼 小鸭这才知道自己摊上市了 紧接着 手下在桌上发现了一把锥子 小鸭还没明白 他们在说什么 就被他们带到了停车场 原来静腾的座驾被人画花了 现在人脏并货 犯人肯定是小鸭 静腾要求小鸭赔偿她三千万 不然后果自负 由于小鸭无法联系别人 所以只能回家去拿 她之前偷拍过很多富婆的录像 只要拿这些录像去要挟他们 三千万还是能筹到的 结果回家一看 录像全都不见了 这下死定了 但小鸭不认命 她假装去其他房间找 然后趁看管的小弟不注意 从窗户翻了出去 跑到公用电话亭后 用最快的速度报了警 随后 静腾的人马赶到 将小鸭一顿暴揍 揍完后扔上了车 原来小鸭的东西是被小帅偷的 院屋表示自己只要通信部 偷拍的录像 小帅可以自己拿走 随意处置 之前的毒贩没把事办好 而且还引来了警察 因此 静腾把他送去了南非的黑市 现在毒贩的器官 应该已经被摘除完了 只剩下一具空壳 而小鸭呢 他将会被静腾送到东南亚 给那里的土豪当男宠 一切结束后 社长又有些后悔 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点 院屋告诉社长 像小鸭这样的人 你只要没把他清除干净 他就会变本加厉的报复回来 所以千万不要有妇人之人 另一边 老警察拿到了小鸭报警时的录音 虽然小鸭在录音里 没有明确指出 自己是被院屋陷害的 但老警察已经猜到了这点 把人轻易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样的女人好可怕 一晚 李奈在洗澡时 继父突然闯进了浴室 说要和李奈一起一起 今晚母亲要在医院职业班 所以没办法保护李奈 就这样 李奈被继父玷污了 李奈的隔壁住着小美 丈夫刚回来 小美就急不可耐的和丈夫缠绵起来 殊不知 两人的喘息声 被隔壁的大妈偷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一大早 大妈仍旧在监视着二人 等丈夫上班 小美出去扔垃圾时 大妈便提着一袋狗屎登场 她通过信封口 把袋子里的狗屎倒进了小美家 然后来到楼下检查小美扔的垃圾 大妈是这栋公寓的副理室 她有权检查住户的垃圾是否已分类好 翻遍垃圾袋后 大妈总算如愿找到了不可燃垃圾 于是便将小美臭骂了一顿 小美收拾好垃圾后又见到了大妈 大妈正在抹黑小美 说小美私生活不减点 给丈夫戴绿帽 小美无法证明清白 只好气鼓鼓的上楼 她刚打开门 就发现了大妈倒进去的狗屎 与此同时 大妈刚好带着两个邻居来到了这里 小美猜到了这是大妈干的 但根本没有证据 所以拿她没办法 为什么大妈这么恨小美呢 表面原因是因为小美和丈夫恩爱的时候声音太大 真正的原因是房子 她和过世的丈夫奋斗了大半辈子 才买下了这间房 结果现在房屋降价 小美和老公很轻松的就搬进了这里 这让她心里十分不平衡 因此才会故意去找小美的茶 小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丈夫 但丈夫却并不在意 无奈小美只能自己一想办法报仇 她在网上搜索了复仇相关的信息 最后被个网站所吸引 这个网站的名字叫怨屋本铺 通过网站 小美联系到了怨屋 怨屋听后觉得 这只是随处可见的小事 但小美执意要报仇 没办法 怨屋只好答应了她 劳务费为一百万 这太贵了吧 能打个折吗 三十万如何 好吧好吧 不过我事先声明既然是三十万 那我也就只会做三十万的事 可别要求太高哦 接完任务后 怨屋突然注意到了坐在路边 打算自杀的李奈 于是便把自己的名片扔给了她 情报王不愧为情报王 竟然连大妈内心的不平衡都查出来了 她不明白 干嘛要把仇恨转移到低价买到房的邻居身上 怨屋告诉她 这你就不懂了吧 女人就是如此奇怪的生物 另一边 大妈依旧在陷害小美 所有人的信件都不见了 唯独小美的信还在 那么肯定是她把信偷走的 而李奈也一样 仍旧遭受着继父的性侵犯 没想到继父连开锁都会 她威胁李奈道 我在外面的形象是证人君子 就算你去告我也没人会信的 哪怕你真的告赢了 这个家也会轰然倒塌 母亲更会痛不欲生 所以李奈只能忍气吞声 在路过精品电视时 李奈突然起了贪念 打算把看上的手链偷走 幸好路过的老警察及时制止了她 老警察义正言辞地教育了李奈一顿 说恶人终有恶报 下次再看见你不规矩 我一定会抓你 老警察走后 李奈淡淡地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继父早就得到报应了 然后就是日常擦肩而过 前两集都有的 大家习惯就好 犹豫再三 李奈还是打电话向怨巫求助了 怨巫在了解情况后 问李奈要不要杀掉继父 李奈虽然对继父恨之入骨 但她的死会让母亲伤心 所以她希望怨巫能想办法 让继父主动搬出去 怨巫要价300万 这个价格 李奈根本承受不起 于是怨巫便要求 事成之后 李奈要用身体来偿还这笔债 为了报仇 李奈答应了怨巫 次日小美回家时 发现自己的锁眼被堵了 于是赶紧打电话 翠苑巫赶紧行动 她快被大妈逼疯了 刚打完电话 小美又发现 自己的车胎被人放了气 车身也被划伤 锁眼也一样被堵死了 另一边 大妈用高级点心收买了邻居 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小美偷的信件 因为她昨天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说 自己亲眼看到小美偷走了信件 明天她一定会找机会销毁这些信件 所以希望大妈能维护正义 于是三人便来到楼下恭候小美 见到小美后 三人立刻开始检查她的垃圾 结果这些垃圾里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分类也分好了 这下没办法找查了 邻居不甘心 于是翻了翻旁边的垃圾袋 结果在这里找到了丢失的信件 本以为抓到了小美的把柄 谁知这个垃圾袋里 还有大妈的高级点心包装盒 也就是说这个垃圾袋是大妈的 这下尴尬了 大妈急忙解释 说自己只是扔了狗屎而已 其他都不是我干的 这下场面更加尴尬了 邻居向小美道歉后 就灰溜溜的离开了 原来除了扔狗屎外 其他的事都是怨污策划的 为的就是陷害大妈 让她自己露出马脚 之所以不顾小美的感受 那是因为小美还价了 30万就只做30万的事 这是一开始就说好了的 继父下班回家后 发现李奈在桌上留了纸条 纸条上说 我在洗澡 你先在房里等等 这下继父兴奋不已 自己竟然将李奈征服了 看样子以后 他不会再反抗了 结果推开门的不是李奈 而是一名粗壮的汉子 嗯乖乖站好 住手 不要 啊 后来继父真的搬出去了 不是因为害怕再被大汉骚扰 而是因为他找到了真爱 自从那晚过后 他被大汉彻底征服了 也认清了自己的本性 李奈本以为怨污会把他带到娱乐场所卖身 结果怨污说的用身体还债 只是让李奈当他的员工 什么时候工资抵完了债务 他就能重获自由 左仓和金子是一对新婚夫妇 二人结婚刚好满三个月 就在他们在为未来做打算时 三个少年突然拦住了他们 二话不说就对他们动手 然后强行将他们拖上车 三人把左仓夫妇带到了一间废弃的厂房 随后以左仓的生命做要挟 强迫金子脱衣服 让他们拍裸照 左仓不堪受辱 说宁死也不想看到金子屈服 结果挨了三人的手里面刀 手里威胁金子说 我们三个都是未成年 就算杀了你们 我们也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所以别想用法律来威胁我们 见到左仓的生命受到威胁 金子只好脱了衣服 首领还不满足 要求金子跪下叫主人 金子哽咽地叫了一声主人后 引得三人哈哈大笑 最后他们抢爆了金子 随后镜头转到了街上 左仓看着金子的照片痛苦万分 很快月屋就发现了他 于是便在他身边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另一边老警察接到报警后 迅速开始调查三个少年的身份 事发现场只留下了体液 左仓也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 所以这件案子很难办 妻子受辱时 左仓已经被打昏 所以他并不知道 三个少年后来抢破金子 吃下了排泄物 老警察在知道这点后 怒不可遏 他们还是人吗 不过就算最后抓到他们 也不一定能判伤害罪 因为他们未成年 另一边 左仓正在向怨屋 讲述案发时的经过 他醒来时 三人已经离去 妻子的尸体就掉在他面前 警方尸检后说 妻子因为不堪受辱 而选择了自杀 其实左仓在挣扎时 记下了三个少年的撤牌号 他之所以不把这个线索告诉警方 是因为他知道 告了也没用 法律会把这三个少年保护得好好的 所以他才找到了怨屋 要报这个仇 只能通过特殊手段 怨屋开架 三人一共三千万 左仓说 只要能让他们下地狱 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 在去情报王家的路上 怨屋突然感觉到 身后传来一股威压 散发出这股威压的人 叫十二 十二疯疯癫癫的向街口跑去 怨屋按道 此人不简单 于是便跟了过去 原来十二住在情报王的隔壁 他是情报王的心灵居 情报王查出三人的底气后 决定亲自动手 因为他们太畜生了 另一边 老警察依然在调查 但依然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随后他发现了 有过一面之缘的李奈 李奈以为他是来找查的 不过还好 只是正常的调查 李奈并不知道这件案子 所以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然后我们再看看三个少年这边 他们在犯案后 没有任何的后怕 将车辆改装后 甚至还想着再来一次 原来金子不是自杀的 而是被他们害死的 就在他们嬉笑着 商量下一次行动的时候 镜头却给到了排查上 原来他们的谈话 正在被愿巫监听 听到他们将杀人 当成游戏一样 情报王越来越坐不住了 随后愿巫找到了李奈 送他一条项链后 便给他安排了第一个任务 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就能抵消三十万 也就是欠款的十分之一 李奈按照愿巫的要求 来到网吧 然后开始在网上传播 三个少年的恶行 并公布了首领的身份 除了在网上 现实中的李奈 也在到处传播这件事 就这样 这件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 另一边 打扮成律师的情报王 找上了三个少年中的 虾兵和蟹匠 给他们播放了之前 商量下一次计划的录音 还说这段录音 是首领录下的 首领委托情报王 联系受害人佐仓 只要佐仓不追究他的责任 他就把虾兵和蟹匠 供出去 原来这是怨务的离间计 由于这些人 彼此之间都不信任 再加上智商也不高 因此离间计对他们很管用 李奈在墙上散播 首领杀人的消息时 被首领发现 首领一拳将李奈打晕 然后将他带到了废弃厂房 由于怨务送的项链里 有摄像头 因此怨务他们 很快就发现了这点 于是赶紧给虾兵和蟹匠打电话 情报王再去营救李奈的路上 遇到了神秘的十二 没想到这个十二竟然会轻功 一下就跳到了电线杆上 废弃厂房里 首领正在逼问李奈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眼看李奈就要受伤时 虾兵和蟹匠突然来到了这里 李奈灵机一动 说自己是被虾兵蟹匠指使的 首领原本就在怀疑 这两个人是不是出卖了自己 现在好了 有了动手的借口 而虾兵和蟹匠呢 他们也以为首领出卖了他们 于是和首领打了起来 虽然首领前期劣势 但由于打架经验丰富 很快又占了上风 两人见状只好拿出刀子 首领也同样拿出刀子 打斗过程没有详细描述 因为镜头全放在了李奈的脸上 等怨巫和情报王赶到时 这三个少年因为自相残杀 已经同归于尽了 惊恐万分的李奈看到怨巫后 忍不住扑到了他身上 刚刚的打斗给他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三个少年内斗通归于尽的消息 很快就上了报纸 老警察感慨了一番后 再次与怨巫日常擦肩而过 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左仓再次感叹警方无能 还好当初选择了怨巫 不然精子都不能瞑目 结尾 怨巫和情报王就自己代替警察执法 是否合适 展开了友好的辩论 虽然法律规定 18岁可以执行死刑 但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先例 更加不可能让被害人家属满意 怨巫本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后再死 但情况有变 不过像这样的几个人 也不可能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吧 随着电脑互联网的普及 人们的个人信息越来越难以保护 情报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能搜集到这么多的情报 本期故事的委托人叫太郎 他的职业是特赦演员 由他所扮演的电脑侦探K这个角色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纪面会现场的不远处 一名叫做夏北的女子正躲在暗处偷窥 原来她是太郎的私生犯 只要一有空 她就会去跟踪太郎 搜集着关于太郎的一切信息 看到太郎打车回家 她也立刻拦下了一辆车 然后跟着太郎进入了电梯 太郎虽然感觉夏北让她很不自在 但也不好说什么 就在她准备出电梯时 夏北突然用电机器将她电晕 你是我的啦 太郎醒来后 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和夏北睡在一起 夏北对太郎说 昨晚你真厉害 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夏北有严重的妄想癖 她认为自己和太郎在剧中所扮演的K 是前世的情侣 看到K在剧中和别的女性暧昧 这让她很不爽 太郎请她清醒一点 分清现实和虚拟 自己只是个演员而已 但夏北不肯听 还认为太郎是遇到了什么意外 而失去了记忆 眼见逃不掉 太郎只好选择装晕 静观其变 结果夏北竟然打算用水喷醒她 太郎只好给了她一脚 郑重她的面门 最后太郎拿起她的电机器将她电晕 夏北已经知道了太郎的住址 所以太郎必须得搬家 刚把生活用品搬到新家 就听到有人在按门铃 没想到这个夏北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 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为了摆脱夏北 太郎用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由于开门太快导致夏北被门撞晕 另一边太郎跑到电话亭后本打算报警 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消除你的怨恨 于是太郎就这样联系上了冤屋 他告诉冤屋 这个私生饭实在太可怕了 这几天我饱受折磨 再这么下去我会精神崩溃的 请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冤屋要价200万 这个价格还好 太郎勉强能接受 冤屋要求太郎在这段时间搬到宾馆居住 等夏北现身后 他就能开始调查此人的来历 原来夏北是在区政府工作的 因此他可以轻松查到别人的信息 由于夏北的工作效率较低 因此经常遭到他人的嫌弃 路人甲低估 像夏北这个样子根本不能算是女人 夏北将这一切记在心里 等路人甲一走 夏北立刻打开了路人甲的资料 将他的个人资料抄了一份 然后来到公用电话亭 用男人的声音来假装自己是路人甲 给路人甲定了十人份的上等寿司 这便是他的报复方式 执行此次任务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鸭王小帅 小帅认为自己比太郎要帅得多 搞定夏北应该没问题 结果夏北对他根本不感冒 甚至还说他长了一张鸭子脸 真的很准啊 自认为自己院女无数的小帅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自己的脸竟然起不到效果 院屋说夏北的思维很特殊 对付他这样的人只能以毒攻毒 找一个更加疯癫的人缠着他 而这个更加疯癫的人 便是上一集登场的十二 十二也喜欢看太郎演的特色剧 并且还是个中二狂魔 情报王联系上十二后 声称自己是十二前世的上司 现在命令他打开自家的邮箱 邮箱里有夏北的个人资料 情报王告诉十二 夏北是你前世的妻子 但他现在出了点问题 认为自己的另一半是电脑侦探K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抢回来 由于情报王是按照特色剧的背景 来交代的任务 因此十二没有任何怀疑 立刻开始执行任务 夏北已经在太郎家等了一个星期 但始终见不到人 正在疑惑时 十二出现了 他二话没说就朝夏北一跑去 夏北以为他是神经病 于是赶紧开溜 十二一边追一边给夏北洗脑 看到自己无路可走 夏北只好用石头将十二砸晕 但十二没有任何气馁 毅然顽强的追了过去 夏北本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魔掌 结果接到了十二的电话 没过多久 十二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既然跑不掉 那就只有动手了 本以为二人会有一场对决 结果夏北一记撩阴腿就结束了战斗 但十二依然不放弃 不愧是我前世的妻子 果然厉害 不过你等着 我肯定会让你再次爱上我 另一边夏北逃回了家中 他嘀咕着 说十二这种跟踪狂 真的超级讨厌 在准备关窗时 夏北震惊的发现 十二已经爬上了他家的阳台 亲爱的我来了 我要向你注射爱之光线 看到夏北和自己用一样的马克比后 十二更加坚信 夏北一定是我前世的妻子 不然不会这么心有灵犀 挣脱十二后 夏北打算从阳台逃跑 但可惜他没那个身手 十二本想扑到夏北身上 结果夏北一个躲闪 使他掉下了阳台 十二身手了得 从这里跳下去 根本难不倒他 夏北快被逼疯了 只好选择了报警 老警察接到报警后 很快赶到了这里 但十二却无视他的存在 紧接着 情报王的电话打了过来 说有新任务要发布 将十二调离了这里 院屋觉得好笑 夏北竟然会主动去报警 不过像他这样的人 即使杀了人 也会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吧 另一边 夏北搜到十二的信息后 准备报复他 结果之前的路人甲 突然来到了这里 说要找夏北讨个说法 他接到举报 说夏北以他的名义 给他乱订餐 随后 那些被夏北报复过的人 全部都找上门讨说法 原来他们是接到了 院屋的举报 夏北装模作样的说 自己不知情 而且他们手上的东西 也不能拿来当证据 夏北正在得意时 主任突然注意到了 夏北的电脑 刚才夏北搜索十二的时候 忘记关掉网页 现在人脏并厚 在这种情况下 夏北竟然还想着装蒜 说自己的手不受控制 会在键盘上乱按 还说自己会读新术 帮别人点餐 是因为自己知道 别人饿了 主任当然不会信他的鬼话 于是叫人把他赶出了这里 夏北的是让民众们知道了 自己的信息经常被泄露 没办法 去政府的代表 只好发表了道歉声明 夏北丢掉工作后 回到了老家 以后不会再缠着太郎了 但十二却并没有因此 就放过他 甚至还追到了他的老家 事情结束后 太郎突然想反悔 说自己出演某连续剧的事 泡了汤 想以此压低酬劳 明白他的意思后 愿巫立刻给了他几张照片 照片上是他勾搭 未成年少女的证据 这件事要是传开的话 他辛苦塑造的形象就毁了 所以只能乖乖给钱 另一边 老警察在档案室里 发现一张蓝蝴蝶的照片 这种蝴蝶愿巫家有很多 难道老警察 就快确定愿巫的身份了吗 开场 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从南条家溜出 原来他杀了人 死者正是这里的屋主南条 南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想起了自己最爱的妻子 美济 没过多久 老警察就赶到了这里 将南条的死讯通知了美济 他仔细勘察了现场 但却没有找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在南条的追悼会上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冤屋 他又来派发小广告了 美济在翻看客人的慰问品时 发现了愿巫的名片 于是通过名片找上了愿巫 美济认为杀死南条的人是田岛 田岛以前在南条的公司里工作过 并和美济交往过一段时间 分手后美济嫁给了南条 然而田岛却依然纠缠着美济不放 结果被南条开除 田岛因此心生怨恨 打电话恐吓美济 说会杀了南条 以报夺爱之恨 美济本以为他在开玩笑 结果现在南条真的被杀了 那么凶手肯定是田岛 美济说 虽然自己和丈夫的年龄相差20岁 但却是打心底里深爱着丈夫 所以请求愿巫一定要帮他报仇 杀了田岛那个畜生 愿巫开价1000万 定金100万 这对美济来说算不了什么 因为南条的资产近百亿 后来老警察找到了美济 请他帮忙提供线索 因为南条被凶手刺了20刀 这是很明显的仇杀 所以希望他能告知南条先生有什么仇人 美济因为拜托了怨务 所以并没有向警方提供情报 然而这一次老警察学聪明了 他看出了美济在刻意隐瞒 于是叫年轻警察去查一下美济的资料 情报王调查了一下 发现事实确实如美济所说 田岛有重大的钻研疑 另一边田岛突然打电话给美济 但美济却没接 这让田岛很奇怪 因为是美济指使他这么干的 那天南条在见到田岛后 准备用钱将他打发走 结果被田岛连捅20刀 田岛认为美济只是喜欢南条的钱 自己才是他的真爱 南条死后 美济开始大把的花钱疯狂购物 这一切都被冤屋看在眼里 看样子这件事并不单纯 傍晚美济在归家途中被田岛逮到 田岛问美济为什么一直不肯见他 结果遭到了美济的鄙视 你白痴吗 老公刚死我就和你腻在一起 别人看了不会起疑吗 警察都快怀疑到你身上了 你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吗 经美济这么一说 田岛终于回过了神 立即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冤屋出现了 原来美济和田岛合谋 杀死了南条 现在美济又想杀了田岛灭口 于是联系上了冤屋 既然事情都被冤屋知道了 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美济承认自己和南条结婚只是为了钱 爱情什么的根本没有 他打算追加一千万 请冤屋取走田岛的性命 结果遭到了冤屋的拒绝 我不是杀手 没有怨恨的杀人 我不干 无论给多少 我都会坚持原则 这就让美济很不爽了 美济告诉冤屋 你以后肯定会杀了田岛的 我保证 一天 美济在和田岛完事后 向他提出了分手 说自己的事被个女人知道了 现在天天被那个女人勒索 田岛一听 立刻就不乐意了 敢威胁我的女人 我弄死她 于是美济便把冤屋的电话号码 交给了田岛 到时候 田岛就会把冤屋约出来杀害 但冤屋的战斗力应该不低 所以田岛最后应该会被反杀 我这个计划简直天衣无缝 嘻嘻嘻嘻嘻 另一边 冤屋接到了田岛打来了电话 田岛说自己准备了一亿 叫冤屋有时间过来拿 冤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于是直接挂掉了电话 等田岛再次打来时 冤屋开启了搜索功能 没一会儿就搜到了田岛的信息 于是直接说出了田岛的身份 这让田岛很震惊 你从哪弄到的情报 我太阳哦 冤屋约他后天下午三点 到公园见个面 虽然这正合田岛的意 但却让他高兴不起来 总感觉自己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为了解决这件事 冤屋不惜打破这里的规矩 拿掉假发 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 他认为 露出别人不知道的本来面目 其实也是一种伪装 弄清事情的真相后 冤屋决定改变任务 用美记的钱来抹杀美记 另一边 老警察也查到了田岛身上 并对田岛进行了24小时的全程监视 冤屋从田岛家出来后 引起了老警察的怀疑 这个女人总感觉在哪见过 不过也不能盲目去打草惊蛇 过了一会儿田岛也出来了 于是两人便一路跟踪 原来田岛是去见美记了 他直接了当的拆穿了美记的谎言 原来院屋刚才假扮成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谎称美记给田岛投了一元的保险 因为二人不是一个家族的 所以保险公司要进行例行询问 签约时 美记身边还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士 听到这里 田岛瞬间就明白了 怪不得院屋知道他的身份 原来这都是美记透露的 好狠毒 好贪婪的女人 难挑死后 他已经有了几十亿的资产 没想到他竟然还不满足 还想用我的命来骗宝 亏我把他当女神当信仰 打飞哪 打死你 老警察看到田岛打人 于是立刻赶了过来 优何 居然还叫了警察 你这臭婆娘 我们弄死你 田岛一气之下 用刀捅死了美记 虽然老警察赶过来 制服了田岛 并叫了救护车 但美记中阴伤势过重而身亡 他临死前 说出了怨屋这两个字 又是这个怨屋 我一定要查出他的身份 胡对岸 情报王和猿屋 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看样子 老警察以后 会是个难缠的对手 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 田岛被捕后 老警察已将事情的原委 调查得八九不离十 他希望田岛能老实承认 自己的罪状 但田岛不肯 他说自己会杀人 全是被美记和猿屋逼的 不杀的话就会被杀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田岛把猿屋的电话号码 交给了老警察 由于在田岛身上 已经问不到其他线索 所以老警察只能去调查这个号码 但却什么也查不到 正在疑惑时 怨屋出现在了大街上 黑色长发的女人 没错 肯定就是她了 怨屋 站住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你的头发挺漂亮的 由于怨屋已经被警方盯上 情报王只好把怨屋 所有的手机都换了号码 也就是说之前贴的那些小广告 全部白贴了 一晚 怨屋在逛庙会时 注意到了一名神色忧郁的女子 美帆 于是便偷看了美帆的许愿牌 嗯 我猜的没错 生意上门了 怨屋用她那神偷一样的手法 把名片塞进了美帆的包 于是美帆联系上了怨屋 向她诉说了自己的伤心事 半年前 美帆本打算和男友去登记 注册结婚 结果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申请被驳回 因为男友已经结婚了 这把男友弄得一头雾水 我啥时候结过婚呢 见到男友不信 工作人员便拿出了证据 户籍上显示 男友确实已经和一个 叫做盗子的女士结婚了 想解除关系的话 必须要盗子本人答应才行 美帆受不了这个打击 当场晕了过去 她认为自己受到了男友的欺骗 于是回了娘家 父亲把大门紧锁 拒绝男友进入屋内 后来男友向所有通知了 结婚消息的亲朋好友告歉 然后主动挡住了 行驶而来的车辆 就这样男友自杀了 失去男友后 美帆才知道自己离不开他 而且肚子里还有男友的骨肉 仔细想想 这件事男友可能真的不知情 所以他希望怨屋调查一下 这个陷害男友的盗子 到底是什么人 怨屋开价300万 这个叫盗子的女人 确实有些特别 情报王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查到他的户籍 他偷偷转户的目的 好像是借钱 有限度的在一个户籍上 借满了后 再转到下一个户籍 以此累积不易之财 一段时间后 情报王又得到了新情报 于是又查了一下 盗子的前夫和自杀的男友 前夫和男友一样 也是因为意外而身亡 并且他也不知道 盗子入籍的事 两人死后 盗子共从保险公司那里 骗得了4000万 是个十足的骗宝狂魔 盗子的情郎叫九夫 二人合租在某栋公寓内 九夫是个烂毒鬼 仅仅一个月的功夫 就用掉了1000万 他认为这些钱都是不易之财 用就用了 用完再去骗就好了嘛 盗子的父亲在登记处工作 母亲在保险公司上班 因此他对这些行业的漏洞 知道的很清楚 骗宝什么的 简直不要太容易 而九夫就负责制造意外 男友和前夫其实都是他害死的 两人洋洋得意的讲述自己的计划 却不知道这一切全都被冤屋 他们监听到了 包括美帆 美帆对这两人恨之入骨 提出加钱将他们进行抹杀 冤屋开价600万 为什么警方的调查进展那么慢呢 因为年轻警察天天偷懒 上班时间经常和女网友聊天 老警察一问他就敷衍 说还在查还在查 结果被老警察教训了一顿 他因此心怀怨恨 一天 盗子又在伪装成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做个人调查 以此寻找目标 因为这关系到个人隐私 所以很多人都不乐意 因此没少遭白眼 就在这时 小帅登场了 他把自己打扮成了 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 主动约盗子去吃饭 他告诉盗子 自己是韩章基金会的董事长 这份工作稳赚不赔 因为他是负责搜集情报的 自己的这只股票 已经上升到了5亿 来钱简直不要太快 所以建议盗子 把自己的钱投资进来 九夫很快就发现 账户上的钱 全都被盗子给去走了 就在他疑惑时 情报王出现了 情报王谎称 自己是男友的表哥 有事找九夫聊聊 随后 情报王把自己查到的资料 告诉了九夫 他说自己已经了解了 盗子的作案过程 并查到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九夫 九夫以为 情报王不知道他和盗子的关系 因此觉得好笑 结果情报王拿出了伪造的证据 前不久 盗子已经把户籍转到了九夫名下 所以他的下一个目标 自然就是九夫了 就在这时 挽着小帅的盗子出现在了窗外 这下九夫不信也得信了 原来他在外面找了男人 我竟然一直蒙在鼓里 情报王也在此时推波助澜 说盗子正打算和这个男人一起干掉你 你可得注意安全 盗子回家后被九夫揍了一顿 九夫拿出证据拆穿了盗子的谎言 但盗子却不知道自己啥时候把户籍转到了九夫的名下 九夫自然不会信他的话 更不会相信 盗子和小帅只是投资关系 盗子被打得不行 只好拿起刀防身 他这一行为更加坚定了九夫的猜想 他果然想对我出手 盗子本想逃出这里 但最后还是被九夫拦了下来 九夫夺过盗子后给盗子狠狠的来了一下 盗子在挣扎时打开了房门 邻居听到动静后立刻出门查看 这下九夫白口摸遍了 老警察接到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这里 将盗子送上了救护车 九夫也很快被警方逮捕 盗子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因为受伤的地方比较特殊 因此永久性的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虽然每番报了仇 但总感觉还不够 怨屋告诉他以后有事还可以再找我哟 挨头懒的年轻警察田野 最近新交了一个女朋友表里 两人认识没多久 表里就推荐田野买名表 这个价格田野根本无法接受 实在太贵了 但表里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蛇 轻松就说服了田野 只要买下这块表 表里就会和他拥抱 就这样田野买下了这块表 结果刚买完表 田野就说自己要去外地出差 大概八天 为了展现绅士风度 田野表示理解 并助表里一路顺风 晚上 一个叫做小五的年轻人 突然找到表里 请求表里把钱还给他 因为表里介绍他买的表是假货 但表里却说是小五自愿买的 并没有人强迫他 见到小五缠着不放 表里立刻给了胎脚 并将小五一顿羞辱 说小五是香巴佬 自己肯和香巴佬谈恋爱 已经是对小五最大的尊重了 小五这才知道自己被他利用了 正在恼火时 小五突然在身旁发现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愿巫本铺 于是小五就这样找到了愿巫 向愿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小五一年前从乡下来到东京发展 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表里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表里是小五的第一个女友 因此他倍感珍惜 不管表里提出什么要求 他都会尽力去满足 虽然表里介绍的名表要150万 但买完就能和他拥抱 因此小五没有太多的犹豫 贷款买下了这块表 看到小五怀疑他的动机 表里立刻装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小五看到他这个样后 自责而不已 责怪自己竟然怀疑女友 在接下来的八天时间里 表里一直都在哭闹 使得小五将名表的事放到了一边 以至于错过了无条件退货的期限 这就是所谓的恋人推销法 小五请求愿巫 不要再让表里得逞 愿巫开价60万 接到委托后 愿巫把李奈派到了名表公司应聘 原来表里是这间公司的表托 他经常以恋爱为名 将南方骗到这里来买表 这样他就能拿分成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表里每次恋爱用的都是假名 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大肆的学生 通过项链里的监视器 愿巫和小五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没想到表里竟如此才迷心窍 另一边老警察一直在寻找关于愿巫的线索 由于之前的几个犯人提供的线索太少 导致调查进度十分缓慢 他从田野身上闻到了女人的味道 因此得知他最近在谈恋爱 没有 我一直在认真工作 哦 那就好 晚上来陪我 表里有三个好朋友 我们就叫他三人组吧 几人在闲逛时 发现了愿巫他们的摊位 小帅见到表里后立刻假装自己是表里的老同学 揭露了表里的真实面目 表里曾经说过自己是归国女子 为了给母亲治病而赚钱打工 结果这些信息全是假的 被拆穿后 表里立刻带着三人离开 晚上 表里又在寻找猎物 但是这次联系他的却是十二 虽然表里接触十二后 觉得他是个白痴 但也不能表露出来 甚至还有装出欣赏他的样子 假装自己很喜欢十二送的娃娃 接触一晚后 表里差点被十二逼疯 因此决定放弃十二 他刚到达信息栏 就发现这里聚集了很多同学 原来这里贴满了表里的大字报 报上揭露了表里利用感情片前的卑劣行径 他发现后立刻扯下了这些大字报 看到三人组怀疑自己后 表里立刻装出无辜的样子 很快又将三人组洗脑 他说自己是被小五陷害的 小五求爱不成就心生怨恨 用这些假消息来回我名声 三人组听后信以为真 决心替表里报仇 表里一边叫他们不要使用暴力 一边拿出了小五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回家后表里开始疯狂炫耀 自己竟然将这么多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还骗了如此多的钱 简直太厉害了 钱我还要更多的钱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十二送的娃娃里有监视器 院屋和情报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没过多久三人组就找到了小五 他们蒙着面教训了小五一顿 将小五打成重伤 第二天看到新闻后 他们立刻向表里汇报 炫耀自己做得干净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表里知道后立刻装出自责的样子 其实心里在偷笑 就在这时老警察和田野来到了学校 在这里看到表里 田野震惊不已 表里啥时候变成学生呢 老警察准备依法将三人组带走 但他们却装糊涂 假装听不懂老警察在说什么 于是田野便拿出了录音 原来昨天他们在殴打小五时 被小五录了音 这下没法抵赖了 小五听了怨呜的话 主动挨打并录了音 这样就能赔偿 靠着三人组的赔偿费 他就能还清之前的贷款 并且其他费用 包括买表的钱也都会被赔款给抵消 但怨呜却并不打算完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粉碎表里的美梦 另一边 表里找到了曾经帮助过他的教授 向教授说明自己和三人组没关系 请求教授帮忙说说情 但教授对他的态度却突然变得很差 甚至还讲了一个坏消息 原本内定让表里负责的观光团 突然取消了行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表里正在纳闷时 十二突然出现 并且强行闯入了表里家 原来十二是情报王派来的 情报王依然用上市的身份 给他安排了此次任务 说表里才是他真正的妻子 但现在表里学坏了 利用感情来骗取金钱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改过自新 为了让表里承认自己的罪行 十二拿下了藏在娃娃里的监视器 之前监控拍下的视频 他已经发送到全国各地了 观光团的成员正是因为看过该视频 才决定取消行程 这下表里彻底抱走了 拿起刀子就攻击十二 二人一直追逐到了马路上 还好老警察和天野及时赶到 将表里逮捕 这次表里是真哭了 但警察不吃这一套 一切都结束后 小五决定回到乡下 因为城市套路深 他说冤屋是他在东京遇到的人当中 最好的一个 由此可见 小五在这里吃了多少苦 本以为和小五只是单纯的委托关系 却没想到小五会这么说 一时间冤屋感慨万千 十二带情报王的狗散完步后 情报王找了个借口 说一个自称上司的人来过 托我把奖金交给你 就这样十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酬劳 李奈的好友阿湘因为轻度盲肠颜而住院 他的主治医生叫透 透医生因为要赶着下班去放纵 因此没有仔细检查自己开的药 而拿药的刚好又是新手护士 新手护士虽然觉得药方有些不对劲 但也没有多想 他按照药方拿药 然后给阿湘注射了下去 结果注射完没多久 阿湘就出现了严重的抽搐反应 另一边 透医生正在风流快活 虽然他看到了院方打来的电话 但是却没接 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办正事 不能被打扰 虽然经过泉水的全力救治 但阿湘终因抢救无效而身亡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划上了据点 泉水检查了一下药方 结果发现了大问题 第二天透医生来到了医院 并得知了阿湘的死讯 泉水立刻把他和新手护士带到一旁 透医生本以为是新手护士的责任 结果看了药方才知道 是自己马虎大意开错了药 因此害死了阿湘 虽然医院封锁了消息 但还是有护士将这件事透露了出去 阿湘的母亲湘母因为承受不住丧女之痛而患上了失心疯 终日胡言乱语 湘父好不容易才把他送上车 随后湘父在车窗上发现了怨务留下的名片 于是就这样联系上了怨务 由于院方根本不承认这起事故 因此湘父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之前找过理事长 说轻度盲长言根本达不到致死的程度 理事长听后也不解释 反而说是阿湘的命不好 他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院屋本打算在行动后将现场伪造成医疗事故的样子 但湘父不肯 他认为倚仗权力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权力 所以他希望院屋能想办法将理事长和透医生进行社会性抹杀 两人谈话时 湘母一直在隔壁嘶吼 他把手中的稻草人想象成了害死阿湘的凶手 一直用针猛扎稻草人 甚至最后将手扎穿 院屋刚刚离开这里 湘母就突然找上了院屋 和院屋猜的一样 他是想更改相互的委托内容 很快 秦报王就查到了相关资料 原来透医生是理事长的侄子 甚至以后还会成为下一任的理事长 因此院方才会保他 另一边 理事长找来了新手护士 打算让他来背锅 理事长已经销毁了证据 之前透医生写的药方已经更改 所以现在新手护士是第一责任人 虽然害死了病人 但透医生却一点也没有悔过的意思 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治病救人 他当医生只是因为理事长说过 这里福利好 待遇高 以后还能继承他的位置 看到透医生这个态度 理事长已经不打算 让他来继承自己的位置了 之前透医生就害死了三个病人 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结果透医生告诉理事长 你不让也得让 因为我已经掌握了 你挪用公款的证据 复印了你的黑账本 两人的谈话被冤屋听得一清二楚 得知好友竟被如此卑劣的人害死 李奈决定要为阿湘报仇 新手护士一直在向老警察解释 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现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他 所以老警察也没办法 他和田野其实都知道 新手护士是替罪羊 另一边 李奈以送信为名 找上了透医生的妻子 在妻子开门的瞬间将他迷晕 然后情报王登场 两人戴上手套后 立刻开始搜查理事长的黑账本 而院屋也在同一时间化身为记者 主动找上了透医生 他拿出了之前 透医生和理事长的谈话录音 两人在录音里暴露了太多的秘密 透医生赶紧声明 说自己是无辜的 有人寄予理事长的位置 所以故意陷害我 院屋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临走时看似无意的说了一句 在医院里杀人是很容易的事 这句话点醒了透医生 正在这时 妻子打来电话 说理事长的黑账本丢了 这下透医生愣住了 难道真的有人想抢我的位置 次日上班时 透医生依旧在猜想 到底是谁在对付我 这时一群警察突然找到了理事长 警方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所以私吞公款这个罪 理事长是跑不掉了 他在出门时刚好遇到了透医生 以为是透医生背叛了自己 于是便向警方交代了 透医生的犯罪事实 想和透医生同归于尽 而透医生呢 他以为是泉水在搞他 于是和泉水发生了争执 最后给毫不知情的泉水来了一针 理事长的位置是我的 正在这时 香母突然出现 他用锥子将透医生刺伤 然后不顾一切的攻击 很快就将透医生扎成了马蜂窝 要了透医生的命 负责带路了尼奈看不下去 于是离开了医院 他离开医院的这一幕 刚好被老警察看到 老警察和田野上楼后 发现了透医生的尸体 以及仍旧在扎洞的香母 后来这件事上了新闻 而透医生的事也遭到了曝光 这下总算真相大白 之前香母找到了怨屋 她希望能亲手结束 透医生的生命 因为把孩子养大很不容易 再加上她有精神病 即使杀了透医生也是无罪的 所以她希望怨屋能成全 一天 老警察突然找上了李奈 她怀疑李奈和这件案子有关 因为香母杀人的时候 她也在医院 所以她要将李奈带走 在拉扯时 怨屋的名片从李奈的包中掉落 这更加肯定了老警察的猜想 老警察因为怀疑李奈和杀人案有关 于是将她带到了警察局 李奈解释说 自己去医院是为了搜集医院的黑料 想以此来为死去的阿湘申冤 而怨屋的名片则是在街上捡的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老警察只能试着拨打怨屋的电话 结果发现该号码为空号 原来怨屋他们已经通过李奈胸前的摄像头 了解了此事 所以在第一时间就注销了号码 因为李奈已经被警方注意 所以这段时间不能再用李奈了 怨屋也正有此意 因为阿湘的死对李奈打击挺大 可能会影响她执行任务 之前情报王的宠物狗 捡到了表托表里的手机 因此知道了田野借高利贷买表 是他们决定从田野身上下手 想以此渗透进警局内部 获得一些只有警方才知道的绝密情报 龙齐是一名退休警察 他在职日期间收集了不少罪犯的把柄 退休后经常用这些把柄来勒索他们 哪怕他们早已经改邪归正 见到有钱客的居酒屋老板拿不出钱 龙齐竟然打算用他的女儿千询来抵债 吓得老板立刻将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了龙齐 但龙齐依旧不依不饶 叫老板下个月准备十万 不然就举报 老板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 最后选择了自杀 远屋听到老板自杀的新闻后 立刻赶到了事发现场 千询也很快赶了回来 和母亲也就是老板娘一起守灵 在守灵时 老板娘突然收到了一条彩信 彩信里是一张名片 于是老板娘就这样联系上了远屋 向他说明了老板的情况 并请求怨屋干掉龙齐 虽然这次的目标是退休警察 但怨屋还是接了下来 酬劳定为一千万 五年前 龙齐因为偷窃而被停职 最后申请退休 退休后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把柄 威胁和勒索二十个有钱科的人 他勒索到的钱全部都用来赌博 是一个十足的警戒支持 那些有钱科的人之所以会乖乖给钱 那是因为龙齐掌握了他们的心理 有钱科的人基本没钱 所以在打官司的时候请不到厉害的律师 因此让他们对警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彻底失去信心 走投无路之下只能给钱 也有为了家庭而选择隐忍的原因 听到这里 冤屋决定亲自动手 他故意撞翻了龙齐的啤酒 然后以赔罪为名给龙齐喝下了加了安眠药的啤酒 最后用钱一步步的将龙齐骗到湖边 发现湖中有装有巨款的钱袋后 龙齐立刻跨过了栏杆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 一点力也使不上来 因此差点掉进湖里 而冤屋就在此时登场了 还做了自我介绍 他认为自己一定能抓住龙齐 谁知道龙齐也不是吃素的 他用随身携带了力气猛扎自己的手 利用疼痛来使自己保持清醒 然后大喊 着火啦 以此吸引围观群众 没办法冤屋只好撤退 另一边 冤屋派人和田野取得了联系 从田野那里买到了警局的绝密档案 冤屋似乎对档案里的某起案件十分感兴趣 另一边 龙齐找到老警察报警 根据他的描述 女警很快画好了冤屋的模拟画像 这让老警察有些奇怪 在他的印象里 冤屋应该是黑色长发 但龙齐描述的冤屋却是茶色短发 难道冤屋换了个发型 老警察曾是龙齐的徒弟 所以有些形式上的程序可以免去 他希望老警察能尽快找到冤屋 不然还得拍第二剂 另一边 冤屋声称自己是十二的上司的未婚妻 希望十二能帮他伪造一份遗书 十二信以为真 自愿免费帮忙 能为上司的未婚妻办事 我倍感荣幸 龙齐猜测 冤屋是老板娘派来的 于是教训了他一顿 甚至还打算玷污他 在外面监听的小帅知道后 立刻用最快的速度变装 将自己打扮成了煤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然后敲响了老板娘家的大门 龙齐无奈只好放过了老板娘 一天 警局收到了一封寄给老警察的信 信中是一张录音光盘 听过光盘后 老警察立刻带着田野找到了龙齐 之前龙齐在对老板娘欲行不轨的时候 太过嚣张 竟然主动说出了自己做过的坏事 结果被小帅录音 后来小帅还将这段录音送到了警局 所以现在老警察将以恐吓和强奸罪 将龙齐逮捕 听到老警察说自己从好警察 变成社会蛀虫后 龙齐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对他动手 然后趁机开溜 老警察叫田野别追 直接用他的犯罪证据申请逮捕令就好了 到时候他根本跑不掉 这也是龙齐当年教他的 龙齐跑到安全处后 又在地上发现了钱 还想引我上钩 我就拿了怎么的 拿着拿着 龙齐就在地上发现了封信 而这封信竟然是龙齐的遗书 遗书的作者自然就是十二了 紧接着冤屋登场 虽然信上有了龙齐的指纹 但龙齐却并不在意 我又没喝暗眠药 你个弱女子能奈我喝 然而这一次 冤屋却打算破坏规矩 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不过本篇毕竟不是动作篇 这一段的打斗实在太刺了 根本看不下去 最后 冤屋成功捅死了龙齐 并教育了龙齐一顿 只要拔掉刀子 要不了多久 龙齐就会因为大出血而死 虽然龙齐一直在鼓励自己 千万别睡着 但最后还是撑不住了 事成之后 冤屋告诫老板娘 千万别把你找过我的事泄露出去 不然你和你的女儿会没命的 老板娘自然明白 自己本身也是买凶杀人 自然不会傻到去暴露自己 田野检查了笔记和指纹后 确定龙齐为自杀 但老警察却说 这一切都是怨屋设计的 老警察和田野找到了老板娘 向他询问怨屋的事 因为老板娘已经答应了怨屋 所以拒不承认自己见过怨屋 表示听不懂老警察在说什么 老警察无奈只好离开 田野劝他不要想太多 也许冤屋什么的根本不存在 老警察猜测 冤屋能掌握那么多情报 难不成警局有内鬼 这话把贩卖警局内部资料的田野吓得够呛 之所以老警察会这么想 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出卖过多次 十几年前 一位叫做星成的教授 在给女儿盛美录像时 遭到不明人事的杀害 后来凶手又杀死了 星成的妻子和儿子 只有盛美逃贵节 后来盛美因为精神崩溃 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这是老警察除了冤屋事件以外 唯一没有破过的案子 一天 十二在带着情报王的宠物狗 琳达散步时 迎面遇上了另一条白狗 白狗发现琳达后 立刻开始向他狂奔 牵着白狗的老太太 被白狗强行带到了马路上 此时刚好有一辆车从这里驶过 于是老太太就这样被车撞死 撞人的老司机知道后 显得十分淡定 甚至认为自己帮政府解决了一部分 养老资金浪费的问题 然后就直接开车逃逸 十二虽然拼尽全力追了过去 但他追的毕竟是汽车 所以最后还是没追上 不过十二也不傻 第一时间记下了车牌号 巡警接到十二的报警后 立刻追赶 最后成功的拦下了该车 老司机之所以不把人命当回事 那是因为他是警监得难 除了警示总监外 几乎就是只手遮天的存在 属于特权阶级 其中一位巡警知道德南的身份后 立刻向他点头哈腰 并按照德南的要求做伪证 说德南的车被偷了 所以刚才撞人的不是德南 因此老大爷根本无法讨回公道 他求助的是警察 但犯人却是警察的顶头上司 田野看到这种情况后 立刻就明白了 一定是上层人士犯了错 所以下属才会集体隐瞒 只可惜老大爷还被蒙在鼓里 回家后老大爷在自家的邮箱里 发现了怨屋的名片 于是就这样联系上了怨屋 怨屋将警方的恶行告知了老大爷 老大爷这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 如果当时德南停下来积极不救 他也不会去深究 但现在德南去用自己的权利 来掩盖这件事 所以他请求怨屋 一定要将德南进行社会性抹杀 不然他觉得对不起老太太的在天之灵 怨屋开价500万 别看德南平日里威风八面 其实私下却是个受虐狂魔 他特别喜欢被女伴羞辱和鞭打 玩完后 德南又开始炫耀 说那些警察只是他养的狗 无论自己说什么 他们都得听 另一边 老警察想起田野的话后 搜了一下肇事车辆的车牌号 结果发现车主竟然是德南 于是他赶紧找到了署长 问署长是不是真的销毁了德南的犯罪文件 这里没有外人 因此署长毫不避讳 直言这是组织内部的决定 然后又从职位上贬低了老警察 德南对老警察来说就像天一样 天要是打雷的话 老警察马上就得遭殃 他希望老警察能使食物 跟他一起同流合污 升官就指日可待 但老警察拒绝了 他告诉署长 我又不是你的狗 我是人 无论对方是谁 我都会严查到底 这也是老警察一直没能升官的原因 但他不后悔 这下没把署长气死 怎么还有这么冥顽不灵的人 德南认为 当年同辈都在玩的时候 他却在拼命努力 最后考上了国家公务员 这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 那些不求上进的废物们 活该要用睡精来养我 另一边 愿无本铺全体成员集体出动 是要将德南推翻 小帅和李奈假扮成警察 从修理厂里提出了德南的造势车 防止他们销毁证据 然后和原本要用于展示的新型警车调包 并在车上附加了德南的罪行 由于现场的记者太多 他们第一时间就报道了这件事 因此就算署长出来解释也没有多大的作用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 警方的封锁消息计划宣告失败 刚刚玩死了女伴的德南 知道这件事后 立刻打电话给署长将署长一顿狂喷 然后警告署长 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把这件事处理好 不然就把它调到孤岛上 虽然署长对德南恨之入骨 但也只能照办 情报王刚刚查到德南的特殊癖好 以及女伴的资料 结果就收到了女伴的死讯 这个德南确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 没过多久 署长就带着手下绑架了老大爷 就在他们准备离去时 发现了前来调查的老警察 署长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此人铲除 不然搞不好会翻船 随后他们又绑架了 正在带着琳达散步的十二 因为十二和老大爷都是目击证人 幸好琳达的身上有摄像头 因此情报王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十二被绑的事 另一边 月巫打扮成了德南最喜欢的样子 并主动找上了他 德南立刻向月巫俯手称臣 月巫虐待了德南一顿后 立刻就表明了来意 说出了德南做过的坏事 德南听后立刻恢复了正常 知道他就是一直在跟自己作对的人 于是立刻抓住冤屋 一击就将冤屋打晕 没想到他还挺厉害的 白天拜访老大爷不在 于是老警察又选择了晚上来 结果老大爷还是不在 看样子老大爷似乎遇到了什么不测 而在这时 田野却突然发疯了 竟然开始攻击老警察 一边攻击一边喊着 我不是野狗 我不是野狗 原来他之前接到了署长打来的电话 署长告诉田野 你和老警察都是野狗 我马上就会去处分你们 田野知道 要想活命的话 就必须得表忠心 所以他要杀掉老警察 这样就可以继续留在组织里 就在田野准备下死手时 老警察突然拿起了身旁的玩具 狠狠地给田野来了一下 结果这一下却把田野打死了 虽然老警察是正当防卫 但田野的母亲却要把责任 推到老警察身上 还说他是杀人犯 没过多久 老警察就收到了一个包裹 包裹里是一部手机 手机上显示了冤雾的位置 于是他立刻追了过去 天亮后 德南把冤雾带到了一间废弃的工厂 迎接德南的是署长和另一名手下 德南确实小心谨慎 在自己大顺风的时刻 仍然不承认自己开车撞死了人 而是说自己的车被偷了 老大爷知道自己将要被杀后 立刻警告德南 我们这是法治国家 绝不允许你杀人灭口 法律 我就是法 你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爬虫 有什么资格跟我叫嚣 德南的计划是 给老大爷 十二以及冤雾的身体里注入毒品 让他们因为吸毒过量而死 然后向民众散布假消息 说他们都是瘾君子 这样他们曾经说过的话 也不会再有人性 就这样三人全部被注入了毒品 不过还好 院屋的扭扣上装有摄像头 情报王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这里 没过多久 德南突然换上了一件渔衣 说待会要下雨 然后趁署长他们愣神的功夫 拿出了刀子 将两人秒杀 没有什么能比死人更能保守秘密 这件事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德南心中的剧本是这样的 署长他们从警局里偷出了白粉贩卖 结果被三名瘾君子杀害 而三名瘾君子也因为吸毒过量而亡 布置好现场后 德南正欲离去 结果院屋突然醒了过来 甚至还解开了手铐 原来毒品早就被十二用葡萄糖掉包了 更让德南崩溃的是 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贬低普通民众的话 全部都被录了下来 并且在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各大媒体 没过多久 该视频在网络上也开始迅速传播 很快 日本各地都在播放这段视频 有些地方甚至在播放 德南跪下受虐的片段 这下德南的人设彻底崩了 但他不甘心 还想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这时李奈站了出来 勇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高层不能以身作则的话 光凭下面的人努力是不够的 以及等等等等 但德南根本懒得听 趁德南愣神的功夫 情报王一把将他推倒 然后拿出了烟雾弹 德南由于看不清因此只能胡乱开枪 十二突然出现后 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中二台词 然后用喷雾使德南暂时性失明 最后众人趁乱逃离了这里 等老警察赶到后 现场就只剩下了一个看不见的德南 于是老警察依法将他逮捕 德南终于被推翻 李奈突然发现 院屋好像没有一起逃出来 情报王说 有缘自会相逢 原来院屋真的留在了废弃工厂 并让老警察注意到了自己 于是老警察立刻赶了过去 本以为二人会有最终决战 结果等老警察赶到天台时 院屋早已从另一条路离开 这时院屋拨打了自己留下的电话 他告诉老警察 我就是院屋 有怨恨的地方就有我 老警察告诉他 你做的这些明显是犯罪 违反了社会的正义 哼哼正义 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正义 有的 这个世界上有正义 等我找齐证据 我就会立刻逮捕你 你找不到我的 我在你触碰不到的黑暗中 就这样 院屋挂掉了电话 老警察本想再打过去 结果发现 院屋的号码已经变成了空号 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 难道院屋 真如田野所说 是不存在的 离去时 老警察突然在院屋 曾经停留过的地方 发现一条项链 这条项链 自己以前见过 就是圣美的那条 难道院屋 就是圣美 凭借着这条线索 老警察来到了 圣美曾经待过的精神病院 14年前 圣美因为家人被杀 而陷入了崩溃 然而警察却没有体谅她 反而不断的请她作证 结果导致 圣美的病情越来越重 幸好现在 她已经稳定了下来 原来圣美 一直待在这间院里 从没出去过 老警察立刻根据 院长的指示 找到了圣美 没想到圣美 竟然跟院屋 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长得一样 但散发出的气质 却完全不同 老警察因此打消了疑虑 看样子 院屋和圣美应该是两个人 后来老警察抽空 祭拜了田野 而田野的母亲也刚好来到这里 并且看见了这一幕 但她并没有因此原谅老警察 反而认为老警察打扰了自己 看望田野 她恨不得将老警察千刀万剐 院屋从她身旁路过后 她突然发现 自己手中多了一张名片 于是她根据名片找到了院屋 并向院屋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请帮我把老警察抹杀掉 好的 我会尽力而为 第一季到此就全部完结了 开场 白老先生被名持枪男子 从楼上推下 当场身亡 老警察接到报警后 立刻带着新搭档春日赶往现场 另一边 一名叫做大酒保的男子 来到了薄青鹅店 在这里见到了情人绿子 绿子是有夫之妇 却终日和大酒保混在一起 他受到新闻的启发 给儿子小拓喝下了 参有感冒药的果汁 现在小拓已经熟睡 要不了多久 小拓就会因为中暑而死 这样 绿子就能拿到保险金 到时候 他就可以和大酒保一起风流快活 只要绿子装成意外舒服的样子 警察最多也只会关他两三个月 回到老警察这边 警方勘察了现场后初步认定 白老先生是自己不小心 从楼上跌落下来的 事发时家人们都不在家 只有白老先生的儿子孝燕在家 但他从不出门 终日宅在家里 所以此事应该与他无关 老警察本想找孝燕问问 但此时别处又发生了案子 于是立刻赶了过去 绿子发现小拓生亡后 假装出很伤心的样子 丈夫大拓知道这件事后 恨不得活撕了绿子 他曾经再三叮嘱过绿子 叫他不要去玩薄青哥 他也答应了大拓 但现在却因为他的毒瘾 使得小拓丢了性命 大拓一个人在公园伤感时 接到了冤屋打来的电话 冤屋问他 你知道绿子给小拓买了500万的保险吗 听到这话 大拓瞬间就明白了 原来绿子是故意的 紧接着 冤屋便把自己的名片扔给了大拓 大拓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绿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希望冤屋能够干掉绿子 冤屋开价800万 这个价格大拓能接受 但他也提出了要求 要求绿子的死法和小拓一样 让他在酷热中死去 接到任务后 冤屋找到了许久未见的情报王 情报王查清了绿子和大九宝的关系 随后冤屋又找到了李奈 冤屋你还活着呀 是啊 毕竟你还欠我180万没还呢 接着冤屋又找到了小帅 他要求小帅把大九宝训练成鸭子 还给了小帅一辆车 小帅按照要求在大九宝面前炫富 得知大九宝也想开好车后 小帅立刻给了他一张名片 于是大九宝就这样跟着小帅学习 经过三个月的强化训练 大九宝终于顺利毕业 小帅建议他和小绿分手 因为小绿不是富婆 而且干他们这一行 感情是不能专一的 大九宝为了防止大拓发现保险金的事 于是将赔偿账户改成了自己的 绿子知道后也没在意 因为他认为大九宝会和他结婚 开房时 绿子太过得意忘形 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翻案过程 这些话全都被大拓听到 大拓立刻向冤屋追加任务 用小拓的保险金来抹杀大九宝 李奈假扮成服务生 给大九宝送来了餐了安眠药的饮料 没过多久 大九宝和绿子就陷入了沉睡 李奈趁机将绿子运走 绿子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没有顶部的房间内 原来这里是钢珠制造厂 没过多久 一堆滚烫的钢珠倾斜而下 操纵着开关的大拓 一点点的将绿子折磨致死 很快这件事就上了新闻 老警察猜测 此事乃怨污所为 但春日却觉得他想太多 您一直说的怨污 我怀疑根本就不存在 得知绿子的死讯后 大九宝高兴不已 正好省得自己去甩它 白家的大女儿去了一趟银行后 发现白老先生的账户里少了一千万 他怀疑是弟弟孝燕用的 孝燕是一个超级宅男 他疯狂的迷恋着某个虚拟角色 甘愿为这个虚拟角色去做任何事 得知大女儿削了卡后 孝燕怒不可恶 恨不得杀了他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孝燕手中的枪竟然是真枪 他用武力取得了家族支配权 在对话时 他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 于是直接承认 说父亲也就是白老先生 就是他亲手杀死的 白老先生实在对中日 宅在家里混吃等死的孝燕 看不下去了 于是教训了他一顿 然后摔烂了他的手办 见到手办被毁 孝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用枪指向了白老先生 最后将他推下了楼梯 也就是片头的那一幕 孙女小美听到枪声后 来到楼下查看 结果被孝燕发现 大女儿叫小美赶紧回方学习 不学习的话就会变成笨蛋 以前孝燕经常被人骂笨蛋 因此这话刺激到了他 他一把扛起小美 要求小美以后陪他睡觉 做他的老婆 老太太本想报警 但大女儿却阻止了他 如果这件事伸张出去 那他们家的名声就毁了 搞不好还会影响到工作和前途 就在众人绝望时 竟拍的铃声响了 于是孝燕立刻跑回了房间 之所以孝燕会变成这样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太太对他太过溺爱 一天大女儿在整理信件时 发现了冤屋的名片 他在和家人讨论后 决定请冤屋出手干掉孝燕 没想到冤屋这次竟然要1500万 这个价格大女儿勉强能接受 只求冤屋能让孝燕死在外面 只有宅男最了解宅男 所以这一次得派12出马 情报王查看了孝燕的购物清单 发现他竟然有做炸弹的打算 因此觉得他是个恶魔 但12却很欣赏他 因为他喜欢的手办正式出自12之手 后天有一场拍卖会 12会在那时拍卖自己做的最新手办 到时候孝燕一定会出门 次日打扮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 李奈和情报王来到了白家 他们拿出了一份伪造的遗嘱 说白老先生把遗产分给了老太太和大女儿 这让二女儿浑身难受 什么情况一分钱都不留给我 得知无法改变遗嘱后 二女儿气鼓鼓的离开了这里 为了监督小美学习 大女儿在她的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 因此小美没有任何隐私 这也让她有了抵触情绪 大女儿的丈夫会明白 为何大女儿会统一那份遗嘱 因为遗嘱里分给大女儿的财产 早就已经属于大女儿了 因此她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 大女儿之所以会坦然接受 那是因为她想弄死孝燕和老太太 到时候财产还是会到她手上 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她还提高了二人的保险金 查询到孝燕的IP地址后 情报王立刻在她的电脑里注入了病毒 病毒使得电脑无法正常使用 但现在拍卖就快开始了 没办法只能出门 长时间没见阳光使得孝燕很不舒服 孝燕刚走没多久老警察就赶到这里 她接到举报说这里出现过枪声 因此怀疑孝燕有杀人的嫌疑 发现孝燕不在后老警察立刻派手下展开排查 小帅在得知孝燕的目的后提前来到了电气商场 她以极低的价格将跑车卖给了大酒保 甚至连手续都办好了 大酒保刚喝完小帅的咖啡 就感觉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这时孝燕来到了商场内部 结果在这里遇到了十二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恶劣的宅男 才使得宅男群体被外人误解 今天我就要让你改过自新 十二用射线攻击了孝燕 使得孝燕从楼梯上摔下 孝燕发现十二的身份后 立刻向她表示了钦佩 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远无现身后告诉孝燕 你的家人一致认定你是多余的人 所以你的领地没有了 废品收购员正在拿走你的手办 听到这里 孝燕立刻准备赶回去 结果发现车子无法发动 远无见状便把自己的跑车借给了孝燕 孝燕依不舍的向十二道别 十二知道她会死所以很不忍心 她问怨无 怨无本铺不是代表正义吗 怨无回答 正义是我最讨厌的词 怨无只是因为需要而存在 老警察在排查时刚好遇上了孝燕 于是立刻追了过去 孝燕在赶回家的途中遭遇了李奈的拦路 于是她猛打方向盘 结果发现刹车是零 最后一头撞在了电线杆上 等老警察赶到时 孝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另一边大女儿在监督小美时 突然发现小美没有用心学习 于是撕烂了小美的笔记本 她认为小美的未来就是当医生 和她走一样的路 不然活着就是没意义 为了让小美长记性 她和往常一样拿出了香烟 并把点燃的香烟 按在了小美的身上 老太太想救小美 但却无力阻止这一切 收到孝燕的死讯后 大女儿高兴不已 但老警察却说这不是意外 是一个叫冤屋的人干的 大女儿假装听不懂 坚称白老先生和孝燕的死都是意外 请老警察不要多想 老警察在事故现场附近 发现了冤屋 于是立刻追了过去 冤屋再次打电话问老警察 你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正义吗 老警察依然坚信 这个世界上有正义 冤屋听后提醒老警察 平时要多注意安全 搞不好哪天就会遇上灾难 后来警方逮捕了大酒保 因为孝燕开的车是他的 夹在刹车下的饮料罐上 已有他的指纹 所以警方怀疑 大酒保是害死孝燕的凶手 大酒保承认自己拿了小拓的保险金 但其他事与自己无关 老警察猜测 大酒保应该是被冤屋陷害的 于是决定去白家查找线索 冤屋完成任务后拿到了酬劳 大女儿本想叫冤屋干掉老太太 结果楼下传来了枪声 原来是打扮成清洁公司工作人员的十二 在抬箱子时走火了 等大女儿再次返回屋内后 却发现冤屋已经走了 而赶来的老警察 刚好与十二和小帅擦肩而过 他本想检查一下箱子 结果被大女儿阻拦 大女儿叫老警察不要胡思乱想 这样会打扰别人的生活 而冤屋则来到了孝燕的房间 找到了孝燕制作的炸弹 将炸弹定时并启动 老警察不甘心想进去寻找线索 但大女儿就是不开门 而且他家的窗户也很硬 就在这时炸弹引爆了 老警察被卷入其中生死未卜 白家人也因为爆炸而全部葬身火海 原来十二和小帅带出的箱子里 装有小美和老太太 之前小美找到了冤屋 希望冤屋能烧死自己的家人 因为他们不配为人 这个家简直是恶魔之家 他不想走大女儿的老路 也不想自己被逼成硝烟那样 所以只能这么做 老太太给得起酬劳 所以请不要杀老太太 小美说 如果他们不死的话 总有一天老太太会被他们害死 所以老太太才会答应这个计划 这个家早已没有家人了 冤屋给二人准备了新的身份 并事先在白家放了两具尸体 用来代替他们 爆炸所产生的威力 会使得警方无法检测 就这样小美和奶奶去到了乡下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原来老警察的新搭档 春日是内鬼 他收了秦豹王的钱 帮他准备了两具尸体 事成之后 他觉得自己得到的酬劳太少 因此想嫁嫁 秦豹王劝他做人不要太贪心 老警察并没有被炸死 他不理春日的劝阻 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怨恶 绳之以法 好了 这个超长篇就到这里了 这两年 一个名为圣服教的邪教组织悄然兴起 他们打着环保拯救地球的口号 笼络了一大批教众 一名叫做佐藤的男子来到警局报警 他请求警方救救他的妻子和孩子 因为他们受到了圣服教的蛊惑 加入了该邪教 警察听后 却以信教自由为由 拒绝受理此案 法律规定没有构成犯罪的话 警方是不可以介入的 无奈 佐藤只能强行将妻子从圣服教分部带出来 结果遭到了工作人员的阻拦 在拉扯时 佐藤一个不小心误伤了一名女生 这下他有理也变得无理了 没过多久 老警察和春日就将他逮捕 来到警察局后 佐藤遭到了刚才拒绝他的警察的嘲笑 这让佐藤气得不行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至于走到这一步吗 随后 佐藤讲述了圣服教的恶行 妻子所在的那家店是由圣服教分部部长 轰花江经营的 该店表面上是一家首饰店 背地里却是靠灵感商法来赚钱 轰花江是一名占卜师 他会以转运为由 把毫无价值的石头高价卖给信徒 像这样的邪教早就应该取缔 但政府不但不取缔 还在税务上给予优待 天理何在啊 被误伤的女生并不打算追究责任 但妻子却要求佐藤签下誓约书 从今以后不再靠近妻子和儿子 就这样佐藤被释放了 不能求助警方的话该怎么对付圣服教呢 就在他心如死灰时 冤屋出现了 很快他的手上就多了一张名片 佐藤靠着这张名片联系上了冤屋 向冤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一年前 佐藤的儿子在开车时遇上了车祸 结果导致了妹妹的死亡 儿子自责不已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妹妹 后来还患上了抑郁症 没过多久 妻子也开始变得精神错乱 在朋友的介绍下 佐藤一家找到了红花江 求他帮忙指点迷津 解决眼前的困境 红花江说他们的前世是杀人犯 因此这辈子要遭报应 想解决的话 只能用零食来净化灵魂 妻子和儿子对红花江的话深信不疑 愿意花三百万买下零食 佐藤知道他们受骗了 但他们又不肯听 所以他希望冤屋 能将红花江进行社会性抹杀 愿巫开价一千万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 除非要回房器将房子卖掉 否则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看到佐藤无法付款 愿巫只好选择离开 佐藤立刻跪下请求愿巫 一定要帮他的忙 他以性命担保 事成之后一定会付清酬劳 愿巫听后选择了相信他 没过多久 情报王就查到了红花江的资料 以及他骗人的方式 愿巫觉得能被如此低劣的骗术 欺骗的人真是活该 情报王却觉得很正常 目前日本有22个宗教团体 每个团体的信徒加起来 差不多有两亿人 比日本总人口还多 因为很多信徒都是同时信仰好几个宗教 由此可见 宗教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 随后愿巫找到了小帅 要求小帅去勾引红花江 而李奈的任务则是接近佐藤的妻子 也就是说潜入圣服教分部 为了表现出内心有忧虑的样子 远巫还给李奈制作了割腕留下的假伤疤 此时的红花江正在举行签收会 为了向粉丝们展示自己的能力 红花江决定在现场随机抽选一人 进行免费的淋漓透视 他一眼就注意到了李奈手上的疤 于是选择了李奈 并开始对李奈进行预测 红花江占卜后 说李奈的家庭有问题 并且李奈还不相信男性 为什么红花江预测的这么准呢 那是因为李奈这个年纪的女生 只会因为家庭和异性而烦恼 圣服教正是知道这点 才会选择用这些年轻的女孩来传教 红花江接着又说 李奈的母亲会在一年内患上癌症 如果想帮母亲转运的话 李奈只能进入圣服教好好修行 就这样李奈加入了圣服教 新上架的临时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看到这一幕 红花江来了一句 真是一群白痴 实在太好骗了 红花江赚到的钱很多都用来包养小白脸 而他包养小白脸的证据 在一个叫做杜鞭的人手上 杜鞭用手中的证据 从红花江那里换到了一份绝密情报 等他一走 红花江立刻打电话给教主 请求教主惩罚捣乱者杜鞭 原来杜鞭从红花江手中拿到的是一份名单 名单上记录了所有和圣服教有关的商界和政界人员 甚至还清晰的记录了他们融资了多少钱进去 杜鞭打算把这份名单高价卖出去 到时候就可以享受生活了 离开情妇家后 杜鞭回到了自己家 结果发现妻子和女儿遭到了绑架 绑架他们的正是教主的手下 收到教主的指令后 领头的神秘女子立刻拿出斧头 瞬间夺走了三人的性命 次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妻子和女儿的尸体 但杜鞭却下落不明 由于凶器上沾染了杜鞭的指纹 高管因此猜测凶手是杜鞭 但老警察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案发现场除了斧头外 还发现了一枚圣服教的徽章 结果他的话遭到了高管的无视 随后老警察找到了杜鞭的好友 从他那里得知了杜鞭生前在调查圣服教的事 红花江为了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夸下海口 说自己会在明天的电视节目上预测杜鞭的位置 为什么他会如此自信呢 那是因为杜鞭的尸体在圣服教手上 只要提前派人布置好现场 他就能准确地预测杜鞭的位置 红花江正在得意忘形之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车轮被人卸了 而在此时小帅登场了 见到小帅后 红花江瞬间被他俘虏 两人很快就来到酒店开房 殊不知这一切全都被录了下来 深夜情报王约出了春日 春日嫌自己得到的太少 因此查出了情报王的真实身份 并以此作威胁准备逮捕情报王 关键时刻 冤屋登场 他问春日要不要加入冤屋本铺 如果加入的话 春日一年起码能赚五千万 为表诚意 冤屋还拿出了五百万作为定金 看到冤屋如此大方 春日立刻就同意了加入 其实冤屋知道春日靠不住 但为了救情报王 也没其他办法了 由于佐藤的妻子潜心修炼 以及大量的捐赠 教主终于认可了他 将他调移到了总部 正在出发时 李奈突然找到了他 说要送他去车站 很快就到了节目播出当天 今天就是红花江直播 寻找杜鞭的日子 看到节目开始之后 李奈准备把妻子 引到一家小店 去观看该节目 妻子的时间并不紧 因此欣然前往 红花江装模作样的 比划雷震后 说杜鞭已经自杀 随即便公布了杜鞭尸体的位置 设置主听后 立刻赶了过去 红花江说楼梯上有遗物 结果设置主发现 那只是一条内裤 内裤上还写了 红花江的名字 这下他成了众人的笑柄 但他很快就整理好了情绪 说房内有杜鞭 生前最珍惜的东西 结果记者进去一看 房内只有皮鞭和蜡烛 众人纷纷开始怀疑 难道这些也是红花江呢 红花江叫记者把门拉开 壁橱里有尸体 记者打开后 发现里面好像真的有一具尸体 但是掀开被子才知道 里面只是一个贴了红花江头像的娃娃 这下电视台不得不中断外景直播 然而小帅却并没有就此停手 他拿出了之前录下的录像 情报王接过录像后 立刻开始干扰电视台的信号 让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 看到了红花江在床上的丑态 他在和小帅快活时承认自己是个骗子 占卜和凌厉透视也都是假的 做这一切只是为了钱 这下妻子的信仰彻底崩塌了 他一时承受不住晕了过去 很快屏幕上又出现了另一段录像 原来杜鞭的尸体在红花江的车上 高管知道后不得不下令逮捕红花江 另一边春日从杜鞭的情妇那里 拿到了圣服会的名单 然后顺手将情妇干掉 防止此事外泄 教主也观看了刚才的节目 现在的红花江已经成了圣服教之耻 因此他要杀掉红花江灭口 而执行此次任务的竟然是高管 原来他也是圣服教的人 怪不得警方会包庇圣服教 另一边 佐藤一见到冤屋就问儿子的情况 冤屋告诉他 你的儿子遭到了圣服教的私刑 已经被杀了 甚至连尸体都被圣服教的人做成了肥料 因为圣服教一直秉承着环保的理念 包括对尸体的处理 这下佐藤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冤屋不理会他的情绪 直接向他索要酬劳 这笔酬劳是佐藤从自己工作的信用银行里偷出来的 不这样做的话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要不了多久银行就会报警 到时候他就要坐牢 就在冤屋准备离去时 佐藤突然叫住了冤屋 多少钱都行 给我把圣服教彻底毁掉 反正我已经是罪犯了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白死 一亿元你能接受吗 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我能接受 这两天一种名为蓝蝴蝶的药 悄然流行于学生群体之中 该要能给服用者带来愉悦感 因此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李奈按照冤屋的指示 来到了圣服教的大本营 由于圣服教秉承着环保的理念 因此一切都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考虑 在教众的带领下 李奈来到了会议大厅 马上教主就要现身演讲 见到旁边的教众都服下了蓝蝴蝶 李奈害怕暴露 于是也跟着一起服用 没过一会儿功夫 教主就登场了 李奈在欢呼的人群中赫然发现了十二 难道他也加入了圣服教 教主一边演讲 一边发布环境被污染的照片 说要拯救地球 教众们受到蛊惑 认为自己做的是造福人类的事 因此对教主深信不疑 另一边 愿巫他们从报上得知了 红花将在监狱里自杀的消息 随后赶来的春日将圣服教的名单 交给了愿巫 愿巫问他要多少酬劳 结果他开口就是一个亿 虽然这让情报王很不爽 但愿巫却没有拒绝 说要准备一段时间 拿到名单后 愿巫却打算将名单寄给老警察 自从红花将事件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圣服教的行列 形势总算不再是一边倒 甚至还有人爆出了猛料 圣服教用名为蓝蝴蝶的新型药品诱拐学生 将他们发展成信徒 老警察正在看新闻时 突然接到了愿巫发来的名单 原来高管是这里的内鬼 也许烘花将的自杀也和他有关 回到李奈这边 冤巫他们通过十二身上的监视器 发现了大问题 李奈已经吃药吃上瘾了 再这样下去 搞不好会忘记此行的目的 情报王之前调查过蓝蝴蝶 但查不出该药有什么副作用 只知道它是一种未经批准的违禁药 只要加入了圣服教的人都能免费得到 老警察知道 仅凭自己是搬不到高管的 于是他找到一位前辈将名单交给了前辈 前辈保证自己会想办法让高管得到处分 次日老警察来到了精神病院拜访圣美 春日发现圣美和愿巫长得一样后愣了一下 不过还好并没有暴露出来 老警察发现病房里有摄像头 并且正对着圣美 医生解释道 这个摄像头是两年前装上的 当时圣美的脸上被泼了硫酸 虽然事后经过手术恢复了过来 但他胸口的伤疤却无法去除 老警察正在向春日讲述圣美的情况时 突然发现了冤屋 于是和以前一样立刻追了过去 但最后还是让冤屋逃脱 冤屋嘲讽道 我原本以为杀人后 伪装成事故或自杀是我的专长 没想到你们警方也会来这套 老警察听后感觉莫名其妙 直到收到高管自杀的消息后 他才明白 前辈也和圣服教有关 他们除掉高管后 将现场伪造成了自杀的样子 想以此来中断老警察的调查进度 顺便守住这个秘密 深夜李奈得到了教主的召见 由于他表现良好 教主决定将他调到外交部 以后他就是教主的左右手 在教主眼里 那些和他合作的高官富豪们 只不过是一群沉迷肉欲的猪而已 只是现在实际未到 不然他们早就被干掉了 深夜 教众抓回了一些反对者 神秘女子负责结束他们的生命 而他们的尸体则被做成了肥料 老警他虽然一直在监视着教众 但他是不会想到肥料有问题的 李奈从一名教徒那里得知 今天是教主和圣美结婚的日子 原来病房里的摄像头是教主安的 为的就是每天都能看到圣美 没想到他痴迷圣美竟到了如此程度 教众们都知道这件事 纷纷发表了祝贺并开始准备婚礼事宜 教主的计划是通过蓝蝴蝶来控制全日本的国民 到时候他就可以和圣美一起建立一个理想国度 聊着聊着圣美突然改变了语气 教主一愣 你不是圣美 你到底是谁 原来眼前的圣美是冤巫假扮的 冤巫本想干掉教主 但却不是对手 无奈只能逃跑 教众知道有入侵者后立刻吹响了战斗号角 不过他们的战斗力并不强 随后 十二在监控里发现了冤巫 他刚准备汇报这一情况 结果就听到手机在响 原来是情报王出手了 他再次假扮成上司 说教主是某某星人 也就是幻想世界中十二的敌人 听到这里 十二立刻就恢复了正常 原来特色剧中的幻想世界才是他真正的信仰 愿巫在躲藏过程中发现了迷迷糊糊的李奈 于是立刻给了拍巴掌 然后用指令使他清醒 原来愿巫早就知道他会被洗脑 因此提前将他催眠 这次任务结束后 李奈欠的债就彻底还清了 很快 前来接应的小帅将二人救走 没想到这些教徒竟然有枪 不过还好他们的枪法奇烂无比 连近距离的车都打不中 与此同时 某个教众在行刑室里找到了真正的圣美 他们刚把圣美推出来 老警察就突然现身 他问教主是否认识怨巫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老警察提醒他小心 怨巫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你 教主听后却不屑一顾 我是上帝派来拯救地球的 一个小小的怨巫能耐我何 就在婚礼快要开始时 圣服教的名单突然遭到了电视台的曝光 原来是有人向电视台寄了匿名信 这下圣服教的关系网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与此同时春日收到了怨巫发来的消息 一亿元已经准备好 晚上十点去龙王渔港拿 另一边刚刚看完新闻的教主发现 之前还在自己身边的圣美和十二 现在全都不见了 神秘女子本想追出去找人 但外面全是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不敢开门 而教主也在此时接到了怨巫打来的电话 圣美在我手上 想救她的话就准备好一亿 晚上十点来龙王渔港 我的人会在那里等你 于是神秘女子就这样拿着一亿来到了龙王渔港 正在等候的春日把神秘女子当成了怨巫的人 而神秘女子也同样把春日当成了怨巫的人 两人都想杀了对方灭口 夺命非福 爆头一击 最后两人同归于尽 没过多久 教主就赶到了这里 紧接着 怨巫也带着众人赶到 教主大骂十二是个叛徒 但十二一心都曾经在幻想世界里 因此根本不在乎他怎么说 甚至还设了他一连水 之前情报王以教主的身份 给所有的教众都发了一封邮件 叫他们去植树 现在他们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受害者的家属向警方提出了申请 检验肥料中的DNA 要不了多久 圣服教的恶行就会公之于众 说完这些后 冤枫立刻用枪抵住了圣美的脑袋 他想让教主尝尝失去所有的滋味 老警察及时赶到叫冤屋停手 冤屋不想杀老警察 他的目标只有教主 此时的教主已经一无所有 他决定和冤屋同归于尽 拿起斧头后 他就立刻向冤屋冲了过去 谁知道冤屋根本不还手 任由教主将自己砍死 老警察看后 马上以杀人罪将教主逮捕 原来坐在轮椅上的圣美 才是真正的冤屋 而被教主所杀的 自然就是教主最爱的圣美 冤屋没想到 佐藤真的愁到了一个亿 佐藤说 自己从一个退出圣服教的人手里 弄到了圣服教60万人的名册 然后高价将名册卖出 要不了多久 警察就会找上他 到时候他就可以和教主 在狱中相见 佐藤的妻子因为精神崩溃 而彻底的变成了疯子 一段时间后 老警察收到了冤屋寄来的 匿名录像带 冤屋叫他和教主一同观看 15年前 圣美全家被杀 独自存活下来的他 被送到了圣服教旗下的精神病院 两年前教主突然出现 说在他55岁生日的时候 会和圣美结婚 圣美本来已经忘记了 杀他全家的凶手的样子 但在见到教主后 他全部都记起来了 教主就是杀他全家的凶手 他身上的味道 圣美一辈子都忘不了 其实教主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圣美的野爹 他强暴了圣美的母亲 逼他将圣美生下 后来为了得到圣美 而杀光了圣美的家人 圣美知道真相后 打算自我了断 可就在这时 冤屋找到了他 横竖都要死的话 就要死得有意义 为了复仇 圣美接受了建议 用硫酸将自己毁容 然后通过手术 把自己整成了冤屋的样子 为了毁灭圣服教 他在教主的监视下 忍辱负重等了两年 为的就是要教主 亲手结束她的生命 因为教主疯狂的迷恋着圣美 直到这点后 教主崩溃了 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 比圣美更重要了 自己竟然亲手结束了最爱的人的生命 他祈求老警察杀了他 但老警察却不能这么做 后来圣服教的恶行 终于得到了曝光 而对教主的审判 也到了最后阶段 教主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经观众提醒我才知道 第一话之前还有个第零话 叫做扭曲的正义 由于找不到骗员 所以我只能口述 还望各位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海涵 无论老警察怎么解释 甚至拿出了冤雾的画像 上司们都不相信冤雾的存在 因为春日已经死了 没人帮他作证 老警察一气之下夺门而出 结果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身受重伤 这场事故是不是冤雾所为 并没有明确说法 林英是一个经常招受 校园暴力的初中生 班上的三个女生 每天以欺辱她为乐 今天比平时更加过分 神秘首领竟然命令 这几个女生去逼迫林英卖身 甚至还以林英的身份 在网上发布招嫖广告 很快就有嫖客回复 而三名女生丝毫意识不到 这种行为有多过分 甚至还在想着制定什么计划 不但如此 他们还要求林英 每天缴纳三万块的保护费 今天林英的保护费没凑够 因此再次遭到了他们的羞辱 在得知嫖客出价三万后 三人立刻用林英的手机 联系上了嫖客 他们觉得林英卖身的钱刚好购付保护费 因此认为这是林英应该做的 出发时他们遇上了班主任 于是三人像往常一样嘲笑班主任 班主任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学生不把他放在眼里 校长也经常给他施压 因此班主任活得很憋屈 他恨不得杀光这些人 当晚在三人的强迫下 林英出卖了肉体 然而三人还不满足 竟然还给林英联系好了第二单 林英把钱全部交给他们 求他们放过自己 但他们却以首领没指示为由 拒绝了林英 话音刚落 首领就发来悬赏 用奖励来换取林英的不亚照 见到林英不愿意 为首的翅膀立刻警告道 你是大家的奴隶 我们本想除掉你 后来看你可怜才收你做奴隶 不要不知好歹 你要真想摆脱命运的话 就去死吧 就这样 在三人的强迫下 林英接了第二单 从此以后 林英就成了三人的赚钱工具 她无法改变这一切 于是选择了自杀 临死前给母亲留言 说自己和五百个男人发生了关系 实在太脏了 所以想死 就这样 林英结束了自己年仅13岁的生命 虽然后来警方对学校展开了调查 但是然病卵 最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事件事就这么轻易的接过去了 校方为了顾全颜面 甚至还说暴力欺凌事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母亲对校方的态度恼怒不已 她知道林英是被同学逼死的 因为林英生前的日记上 清楚地记录了自己对施暴者的怨恨 母亲对着镜头说道 把林英闭上绝路的人 我到死也会怨恨你们 母亲的诅咒刺激到了采访的女记者 让她想起了童年的阴影 回到电视台后 上司批评了女记者 上司认为 这只是一件简单的自杀案 没有追下去的必要了 但女记者却认为此事另有隐情 建议深挖下去 主任偶然间看到了女记者的采访录像 认为此事可以追下去 如果女记者能找到欺凌的证据的话 还可以做个追踪报道 后期再配上阴森的背景音乐 不愁没有收视率 另一边校长向母亲下跪 请求她不要再闹下去了 虽然我们有错 但警察已经查过了 根本没有欺凌事件 另外两位施暴学生的家长 也劝母亲算了 校长都下跪了 你还要怎样 该不会是想要赔偿金吧 你这样闹影响学生上课 到时候考不上好学校的话 你来负责吗 这下母亲绝望了 她觉得自己愧对女儿 不能为女儿申冤 因此决定自杀 愿巫及时赶到 劝下了母亲 你这样死去 只会让仇人高兴 让他们觉得 省去了一个麻烦而已 随后愿巫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于是母亲就这样找到了愿巫 之前母亲找过警察 但警察说 只有日记的话 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因此将日记退了回来 林英也没有明确写出 是谁在欺负她 所以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愿巫拿走林英的手机后 给出母亲两个选择 是将欺凌者实质性杀害 还是社会性抹杀 不管母亲选哪一种 都是一人五百万 保证做得干净 首先要查出施暴者的身份 因此愿巫来到了情报王的基地 结果原先的情报王不在 这里只有新的情报王 新情报王也不知道 情报王去了哪里 有需要的话可以帮忙找 愿巫却并不打算找 只要你工作做得好 我就认可你是情报王 随后愿巫又找到了李奈 虽然李奈已经还清了债务 但她还是愿意帮愿巫的忙 一天首领突然发布了消息 说警方已经停止了调查 现在可以继续浪了 虽然三人不知道首领的真正身份 但却狠听首领的话 因为首领会奖励他们一些网店点数 情报王修好李奈的手机后 很快就从短信里锁定了施暴者 但是他们的首领却有点麻烦 因为首领的IP地址全是假的 所以需要再调查一段时间 次日 愿巫甲半城心理医生来到学校报到 说这里发生过自杀案 他是专程来调整学生的心态的 另一边 情报王查出了首领的身份 这个首领竟然是班主任 愿巫找到班主任后 故意向他透露 说自己接到过赤板的电话 赤板说林英曾经遭受过同学们的虐待 班主任知道后立刻发布消息 说赤板是内鬼 赤板的两个同伙知道后 立刻与他保持了距离 因为他们早就看赤板不爽了 这次正是扳倒他的好机会 谁叫他整天一副老大的样子 其实很多同学都欺负过林英 三人组织是其中比较过分的 而班主任就更过分了 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游戏工具 以此来释放自己的压力 李奈不敢相信 老师竟会做这种事 远巫告诉他 每年大约有600名老师被捕 切勿以职业来判断他人 因为老师也是人 得知全班同学都在欺负林英 并且指挥人还是班主任后 母亲震惊不已 别人暂且不说 三人组和班主任他实在无法原谅 于是他请求远巫干掉班主任 并让三人组长道和林英一样的屈辱 此时女记者刚好来到这里 准备采访一下母亲 远巫警告母亲 我们之间的计划是秘密 暴露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因此母亲拒绝了采访 赤板来到学校后 发现同学们都在针对自己 不仅刻捉被涂鸦 还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诅咒短信 没过多久 远巫就找到了赤板 询问他是否被欺凌 班主任觉得赤板会出卖大家 于是发布了对他的审判 同学们收到消息后 决定逼迫赤板去卖身 女记者来到学校后 用一点酬劳 从学生们口中取得了情报 于是他立刻报告给了主任 主任停后 马上通知大伙更改头条 另一边 李奈找到了班主任 故意引诱他和自己喝酒 没过多久就把他灌醉 平时学生们欺负人 都是通过BBS联系 女记者潜入进去后 发布了一条消息 叫大家停止暴力 赤板被曾经的伙伴 押送到指定地点后 见到了冤屋 没聊两句 后方就出现了三名男子 他们控制住了赤板他们 冤屋打算将三人送去 给人当奴隶 反正每年失踪人口那么多 而且像初中生离家出走 这种小事 警察也不会去管的 情报王发现女记者接入后 立刻通知了冤屋 冤屋叫他删除现在的BBS 重新做一个只对学生开放的 于是女记者就这样被排除在外了 BBS里的东西没备份 所以无法用到新闻里 天亮后班主任终于醒了过来 他震惊地发现 自己竟然被绑在了防护网之外 只要他稍微一个不小心 就会一命呜呼 很快就有学生发现了他 院屋也不再隐瞒 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了班主任 原来院屋冒充了首领 并给学生们发布了消息 说班主任把BBS的事通知了媒体 出卖了大家 现在这群学生恨不得要了他的命 即使班主任向他们解释 说自己才是真正的首领 他们也是不会信的 在得知拍到班主任的跳楼照 能得到十万点奖励后 学生们立刻怂恿班主任 叫他赶紧跳楼 最后班主任一个没站稳 从楼上掉了下来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此时校长刚好来到学校 在发现班主任的尸体后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 母亲觉得让学生们看到如此血腥的一幕 恐怕不太好 但冤屋却说 欺负灵鹰的人里也有他们 给点教训没什么不好 母亲又问道 女记者是一个很好的人 要不要把日记本交给他 冤屋听后再次警告 你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酒里已经连续当了六个月的销售冠军 老板在当众表扬他后 决定奖励给他特别奖金 而小金就不行了 连续六个月成绩垫底 老板点名批评了小金 叫他以酒里为榜样好好工作 酒里怕小金误会自己 于是解释道 老板这么说只是为了激励你 但这种解释 在小金看来 纯粹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讽 女同事们都很欣赏酒里 经常在背后夸他 而对于小金 他们则是各种鄙视 生怕自己和他扯上关系 他们在讲小金坏话时 讲得很大声 好像生怕小金听不见一样 这就让小金很不爽了 正在恼火时 他突然发现 地上有一张黑色的名片 于是就这样通过名片 找到了冤屋 冤屋在听完小金的讲述后 毅然决然的拒绝了他的要求 冤屋告诉小金 我只接受怨恨业务 不接受歹念业务 业绩不好是你个人的原因 同事说你坏话也和酒里无关 所以我是不会帮你去对付酒里的 切记 害人 忠害己 另一边 老板的秘书正在向一个 叫做水姐的人诉苦 他告诉水姐 老板以前对我有恩 所以我很尊重他 但他却经常以恩情来强迫我 满足他的肉欲 我实在受够了 水姐听后 决定帮秘书报仇 这段时间 冤屋的生意不太好 因为同行越来越多 他们正在疯狂的抢占 复仇市场 而小金此时 正好已在搜索复仇词汇 既然冤屋不帮我 那我就花钱找别人 找一个不分黑白的 不就好了吗 于是他就这样 联系上了蛇身 蛇身在拿到酒里的资料后 给小金推荐了几个复仇套餐 小金并不富裕 所以选了最便宜的 另一边 水姐很快就主动找上了老板 老板对他一见倾心 很快就和他聊上了床 殊不知这一切 全都被录了下来 酒里刚回家 就遭到了蛇身三人组的偷袭 被他们打成重伤 随后 三人组在打伤酒里的妻子后 当着酒里的面 将妻子侮辱 同一时间 水姐拿出了 已经同步上传到网上的录像 以此来威胁老板 要求老板以后不准再逼迫必输 更不能辞退他 还要给他两千万的赔偿金 老板之所以会乖乖就范 那是因为他在云语的时候 喜欢假扮成婴儿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他将微信全无 很快 电视台就知道了酒里遇袭的消息 主任立刻派女记者去调查此案 很快 小金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责怪蛇身 下手太狠 自己只不过是想教训一下酒里 结果他却把事情闹这么大 不过做都做了 也不能反悔了 就在小金交完酬劳后 蛇身却突然说钱不够 还差五百万 这让小金感觉到莫名其妙 原来蛇身录下了自己和小金的对话 小金是买凶的主谋 如果蛇身把录音送到警局的话 那他就完了 所以小金只能想办法 在一个星期之内凑齐五百万 想起怨屋曾经说过的话 小金再次联系上了怨屋 怨屋本想讲下道理 但小金根本不听 三百万做不做 让蛇身再也不能勒索我 怨屋没有多想 直接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蛇身很快又接到了委托电话 打电话的正是水姐 水姐找他不是想请他帮忙 而是想和他联手 如果水姐遇到了自己接不了的单子 就可以转手交给蛇身 他只从中拿一小部分的手续费 不过联手是有条件的 水姐希望蛇身能干掉怨屋 以此来扩张两人的势力范围 回到电视台 主任在看到女记者的采访录像后 吩咐他剪辑一下 今天女记者采访了一些认识酒里的人 虽然酒里有些小缺点 但人还是不错的 主任要求女记者 把夸奖酒里的地方剪掉 只留下酒里的缺点 将她塑造成一个反派角色 甚至还可以将事实进行夸张和扭曲 以此来吸引观众 酒里看到新闻后气得吐血 我啥时候有那么坏了 很快水姐就把冤屋约了出来 然而等待冤屋的并不是水姐 而是三人组 三人组立刻将冤屋包围 冤屋见识不妙 立刻用暗器刺伤了蛇尾 舌头和蛇身立刻用苗边枪法 还以颜色 连开竖枪后总算将冤屋击中 冤屋就这样打出了击击 随着冤屋的身亡 本系列也画上了句号 感谢大家 其实冤屋没死 警方发现的只是一具相貌相似的尸体 中弹也是假的 是用血包做出来的效果 因为苗边枪法根本打不到人 冤屋假死后 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执行接下来的任务 很快情报王就查出了三人组的信息 冤屋并不觉得他们是同行 因为他们没有底线 拿到了钱还要勒索委托人 很快三人组就发现了不对 因为冤屋是被他们开枪打死的 但警方却说 女士的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原来水姐是冤屋的手下 她在勾引异性方面很有一套 最开始和李奈一样 都是因为没钱付酬劳而被迫打工还债 冤屋将她介绍到了高级俱乐部 平时偶尔会用到她 这次的任务她才是主角 冤屋只负责打掩护 另一边 小帅找到了三人组所在的大楼管理员大妈 在小帅的牺牲之下 大妈答应将大楼的钥匙交给小帅 水姐再次见到蛇身后 向她施展了离间计 说蛇头要背叛她 蛇身本来还不信 直到水姐告诉蛇身 蛇头偷了你的犯罪证据 在水姐的一再劝说之下 蛇身打算先下手为强 与此同时 小帅潜入了三人组的公司 拿到了蛇身的犯罪证据 蛇身回来看 证据果然不见了 看样子蛇头真的出卖了自己 她本想质问蛇头 结果蛇头却直接开枪了 万万没想到 蛇头要杀的竟然是蛇尾 原来水姐也找过蛇头 说蛇尾背叛了你 并且水姐还拿出了录像 其实这是水姐在服务完蛇尾后 故意引诱她说的 蛇身听后立刻打死了蛇头 你自己也是叛徒 还好意思说别人 就在蛇身得意之时 蛇尾却突然用尽最后的力气 给她来了一阵 之前水姐给了蛇身一千万酬劳 然后她又挑拨蛇尾 我付了蛇身一亿元的酬劳 你分到了多少 蛇尾想起自己只拿到了三百万后 气得不行 所以刚才才会用尽最后一口气 干掉蛇身 很快蛇身就进入到了麻痹状态 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 虽然她在最后一刻想到了这是圈套 但一切都晚了 一切结束后 小金支付了酬劳 冤屋也拿回了她买凶的录像 她按照冤屋的要求去拿录像 结果一脚踩空 掉到了冤屋提前做好的陷阱里 陷阱里还有三人组的尸体 不过尸体已经腐败不堪 散发出阵阵恶臭 原来九里也委托了冤屋 之前三人组在对付她时 说自己是受人之托 所以她想请冤屋对付主谋 这次任务结束后 水姐就还清了债务 但她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 所以她愿意继续帮冤屋的忙 事后警方救出了小金 由于缺少证据 所以警方最后并没有起诉她 一个同事猜测 会不会是有人刻意把三人组聚在一起 然后一次都解决了呢 听到这话 女记者立刻找到了小金 此时的小金已经被三人组的尸体吓傻 透露了冤屋的情报后 她就立刻开始发狂 女记者也因此知道了冤屋的存在 为了挽救黄金时段的收视率 女记者毛遂之见 主动请应调查冤屋 在得知冤屋的手段后 主任同意了她的计划 不过在开始之前 必须得找到冤屋的犯罪证据 不然光凭猜测的话 是不足以知道话题的 武藤经营着一家人气十足的拉面馆 每天店门口都是大排昌龙 由于人手不够 所以她招聘了新的员工 然而这个新员工小天 问题很大 她不但对武藤不屑一顾 还以对客人热情有理这条 没有写在招聘启事上为由 认为要自己这么做的武藤 是在刁难自己 因此突然开始暴走 一边喊着武藤压榨员工 一边将这里的客人全部吓跑 等客人全都被吓跑后 她又开始装模作样的工作 打样后 武藤突然发现 小天竟然在偷喝面汤 于是说了小天两句 谁知小天又开始暴走 她以面汤为要挟 叫武藤跪下 然而就算武藤跪下 她也一样不解气 直接将一整包砂糖倒进了汤里 毁了武藤面馆的汤头 武藤看后准备教训她一顿 谁知她却大声喊道 老板打人呐 无奈 武藤只好将她开除 她听后尖笑着将汤锅打翻在地 武藤回家后 发现未婚妻竟然打算离开 于是盲问其缘由 原来网上流传了一组关于武藤的验照 还说武藤阅女无数 武藤一再声明自己是遭人陷害 这才将未婚妻挽留下来 一天武藤突然发现 稀有汤头配方的笔记本不见了 而小天也在此时出现在了店里 不用说肯定是他干的了 但他不但不承认 甚至还打算向武藤索要工资 因为他觉得自己好歹也干了一天 武藤本打算报警 结果小天却突然说出了武藤的某个秘密 使得武藤不得不停止 小天无视武藤的存在 从收银台拿了钱就走 随后一名员工突然发现 武藤的配方被公布在了网络上 不但如此 公布配方的人还在配方里多加了一个鼻涕 这下武藤拉面馆被彻底抹黑 生意一落千丈 一阵风过后 武藤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多了一张名片 于是他就这样通过名片找到了愿巫 向愿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愿巫听后问他为什么不报警 但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社会系抹杀小天需要一百万 虽然有点贵 但武藤还是同意了 愿巫在临走时警告他 我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果自负 两人谈话时一个神秘女子却在对着他们疯狂拍照 情报王很快就查出了小天的真实身份 他有很强的被害妄想症 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不会超过七天 每次被吵都觉得是别人的错 小天去武藤面馆捣乱 看似只是偶然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小天住在武藤家隔壁 而派小天去捣乱的正是小天的姐姐 姐姐名叫透子 透子十分痛恨武藤 认为一切都是武藤的错 他们的家训上写着 该出手时一定要全力以赴 即使受伤也要将敌人置于死地 绝不反悔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怨巫一直在监视着他们 如果要对付这些不正常的人 那么十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和上一任情报王一样 本届情报王也将自己假扮成了上司 向他下达了指示 十二根据指示找到了怨巫 怨巫告诉十二 这个住在403的男人小天 是邪恶外姓人的手下 你一定要盯紧他 于是十二就真的开始对小天寸步不离 小天用最快的速度躲进了武藤面馆 武藤不敢得罪小天 怕他又造自己的谣 所以只能客客气气的招待他 小天趁武藤不注意 偷偷调换了客人们的调料 没过多久 客人们就纷纷开始复泻 完事后 他立刻向透子汇报 得到了透子的表扬 透子决定 下面就从武藤的未婚妻身上下手 他找到未婚妻后 将自己偷拍的照片交给了未婚妻 说照片上的冤屋是武藤在外面的情人 两人还一起去开过房 未婚妻拿着照片质问武藤 但武藤却不能解释 因为他答应过冤屋 这下未婚妻忍不了了 选择了离开 另一边 小天正在躲避阴魂不散的十二 结果一个没注意 撞到了前面的路人 由于他出言不逊 因此被路人教训了一顿 被打后他想起了家训 于是一路跟踪 在确认路人的住址后 他立刻放火烧了路人的房子 就在他准备逃跑时 十二出现了 此后警察也路过了这里 他立刻栽赃 说十二是送火烧 还将火机塞到了十二身上 十二就这样被警察逮捕了 三年前 武藤的账户上 莫名其妙的多了三百万 所以他应该隐瞒了一些事 但即使在冤屋告知了 主谋是透子后 武藤依然没有讲述自己的秘密 反而叫冤屋快点反击 另一边 女记者在网上查不到什么消息后 便来到了警局 最后从一名警察口中 得知了老警察的存在 十二被带到警局后 突然拿出了一颗信号弹 以信号弹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逃离了这里 次日 院屋拿出了透子的照片 以及武藤的账户记录 在他的逼问之下 武藤只好讲述了三年前的事 那天他在等供车时 捡到了一个皮包 包内有三百万现金 于是他偷偷拿走了这些钱 并用这些钱开了拉面馆 也许透子当时刚好就看到了这一幕 这也是武藤不敢报警的原因 他怕警察会查到那笔钱 现在要复仇的目标变成了两个 那酬劳自然已就变成了两百万 此时的武藤已经走投无路 所以只能答应院屋 不过他也提出了条件 要让那对姐弟尝到和自己一样的苦头 院屋并不认为透子盯上武藤是为了钱 因为他查过 透子家是做土地资产的 资产总额大概五十亿 所以武藤那几百万他根本看不上 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呢 另一边女记者找到了老警察 向他询问了关于院屋的事 讲完院屋的时候 老警察说起了自己的事 自己遇到车祸并非院屋所为 应该是上头的人对他不满 由于老警察没啥黑点 所以他们不能从明面上打压 其实透子的内心里是深爱着武藤的 但他的爱是畸形的爱 因为他得不到武藤 长期的欲求不满使他陷入到了疯狂之中 此时他突然发现 院屋出现在了武藤家门口 而且院屋和武藤的谈话很暧昧 难道院屋真是武藤的情妇 我不甘心的 透子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未婚妻 随后两人的聊天越来越露骨 似乎是在云语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的 两人知道透子在偷听 所以故意配音给他听 没过多久 秦冒王还以院屋老公的身份加入战场 这下透子忍不住了 院屋知道他会来 所以要求武藤千万别出去 透子以为武藤会被秦冒王打 于是飞快地跑过来检查伤势 院屋和秦冒王则趁机溜了出去 透子在检查完后 道出了真相 十年前 透子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天真少女 一次在酒吧喝酒时 遭到了武藤的搭讪 从此他就爱上了武藤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搭讪 当时武藤和朋友在玩大冒险 他输了 所以被朋友要求去搭讪透子 谁知道透子却误会了 后来武藤喝得太多 于是透子便把他带到了酒店 武藤在迷迷糊糊中说了一句想喝水 谁知透子却产生了幻听 什么你想要我 空着肚着喝了好多水 嗓子好干 喜欢的不得了 很想要 于是两人就这样发生了关系 完事之后 武藤说 屁股好痒 你想和我结婚 后来武藤不认账 所以透子才会因爱转恨 一直跟踪他 另一边 追了好几天的十二 打算和小天交个朋友 两人算是不追不相识 结果小天突然发现 十二不是真心的 他似乎是在耍人 又跑了一阵后 小天突然觉得腹痛难耐 原来十二在手套上涂了歇药 因为小天有咬指甲的习惯 所以才会无意识地将歇药 吞入肚中 回家后 小天发现透子不在 但耳机里却传来了透子的声音 骗人 姐姐明明说过讨厌武藤 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爱 透子本想霸王硬上弓 帮他恢复记忆 幸好未婚妻及时出现 武藤赶紧解释 说自己什么都没做 透子听后 立刻拿出一张PS照 说自己和武藤发生了关系 但照片批得实在太水 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所以透子的把戏 就这样被轻易拆穿了 得不到你我就干掉你 发什么疯 你这个变态女人 说吧 未婚妻就立刻拿出了笔记本 原来之前武藤的验照是透子做的 透子本想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结果小天却在此时跳了出来 原来小天和透子虽是姐弟 但却有见不得人的关系 那张无赖武藤的验照是修改版 原版就是小天和透子 这下众人惊呆了 这对姐弟竟然这么脏 没过多久 警察就赶到了这里 以纵火威胁罪逮捕了透子 说透子计划在首相家纵火 原来这些证据都是冤屋提前安排的 很快小天也被逮捕 因为他在纵火烧情侣时录了相 并且录像还一直没删 这下姐弟俩都被带到了警局 别哭了犯错并不可怕 只要真心悔改就好 什么你想和我结婚 来啊 拨一个 虽然武藤最后向未婚妻透露了冤屋的事 但冤屋却并没有深究 这两百万是两人退掉了婚礼才凑齐的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分手 而是选择裸婚 两人决定婚后一定坦诚相待 至于那三百万 武藤会早日存期还给施主的 另一边 主任在看到冤屋的画像后 突然按下了暂停 难道他知道什么吗 为了渡过难关 朋友请求老风当他的连带担保人 以此来借高利贷 虽然伍百说每天的利息分两成 但在朋友的一再保证和乞求之下 老风还是答应了担保 结果刚签完契约书 伍百就拿回了三十万 说这是今天的利息 并且他还不提供收据证明 虽然伍百的态度很有问题 但他们已经找不到其他可以借钱的地方了 因为各大银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停止了企业借贷业务 其实朋友并不是什么好人 他欠了高利贷还不上 于是便演了证明书戏 把老风拉下火坑 这样他就不用还了 一天 小风回家时看到妹妹在暗自哭泣 原来妹妹被人欺负 她的书包上被人写下了小偷女儿的字样 而另一边 由于朋友的失踪 老风成了高利贷分子的讨债对象 他们整天在老风的饭馆里捣乱 影响他的生意 无奈 老风只好拿出了150万 替朋友还清欠款 谁知当初那150万 早已变成了1900多万 这个数目老风根本无法承受 而妹妹书包上的字条 恐怕也是这些人的所为 老风向他们声明 有什么事冲我来 孩子是无辜的 警告了老风一下后 讨债分子就离开了这里 次日 街上贴满了老风借钱不还的侮辱性标语 并且还破了漆 家人不想小风的篮球生涯受到影响 于是选择隐瞒 小风也明白家人的苦心 于是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成才 深夜老风突然感觉到无法呼吸 挣扎了一会儿便一命呜呼 警方尸检后认定老风为自杀 由于昨天小风去了校队 所以躲过一劫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报纸 情报王看到后愣住了 因为老风曾经对他有恩 12年前情报王还是一名流浪汉 家人都死了 所以没地方去 得知他的遭遇后 老风夫妇没有丝毫嫌弃 给身无分文的他做了一顿饭 从此情报王就留在了老风的饭馆 在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远污厅后 猜测老风是因为误入歧途 才选择自杀 好口碑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这话让情报王很不爽 那你觉得有问题就去调查吗 别影响到我的工作就好 我又不是你的专属真是讨厌的女人 镜头转到电视台 主任猜到老风的死和高利贷有关 于是叫女记者展开调查 妹妹因为睡在二楼而勉强保住了性命 但却因此患上了失语症 那么头条的标题就有了 震惊 逼死双亲的真相竟是日 后来伍柏带着手下来到老风的灵堂捣乱 拿走了所有的慰问金 并且还警告小风 就算老风死了 他欠的钱还是一样得还 紧接着女记者采访到了小风 主任看后 要求女记者跟踪采访小风 接下来的特辑就以他做主角 搞不好这件事还会被冤屋盯上 某天情报王找到了小风 在他的提醒之下 小风认出了他 以前情报王经常给小风表演灌篮 也许小风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妹妹的后续治疗需要花很多钱 所以小风放弃了梦想 专心打工赚钱来给妹妹治病 情报王见死立刻给了小风一些钱 叫他不要放弃梦想 正在跟踪小风的女记者发现情报王后 觉得情报王身上可能会有线索 于是更换了目标 随后情报王来到了老风饭馆 他根据警方公开的情报 模拟了案发现场 结果发现不对 老风应该不是自杀的 女记者虽然一路跟踪情报王 但情报王早就发现了他 所以轻松的甩掉了女记者 情报王之所以肯定老风不是自杀 那是因为老风是左撇子 虽然对方伪造了现场 但却忽略了这点 此外他还发现 老风和很多小老板一样 一直给自己购买高额保险 为的就是能在死后继续守护家人 而凶手的目的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老风的保险赔偿金 小风是保险金的领取人 所以500才会趁他不在时再动手 情报王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委托怨屋为老风夫妇报仇 结果冤屋只要10块 但他也提出了条件 那就是情报王得戒烟 每次来这里 冤屋都被熏的不行 他早就想叫情报王戒烟了 得知父亲有保险金后 小风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妹妹 结果等待他的却是500一伙人 500告诉小风 你现在已经欠下了将近4000万 小风本不想把保险金交给他们 但那样的话 妹妹就会遇到危险 500警告小风不要报警 并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抽钱 如果到时候还还不上的话 恐怕就真的只有用保险金来抵了 老风经常帮助他人 哪怕是来店里偷东西的小偷 他也会想办法导人向善 在茫茫人海中相遇是一种缘分 他会珍惜每个遇到过的人 这也是他的人生信念 小风以为老风真是自杀的 所以觉得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帮朋友担保更是耍帅的行为 情报王知道后 叫小风相信父亲 你爸爸是个好人 请你一定要相信他 接着便把老风当年送给他的打火机 传承给了小风 另一边 主任根据500这伙人的行动 推测出了他们的目的 怎么警方就不能学一下呢 人家的进度都可以强行赶上冤屋 500这一系列的动作 也引起了他们老板大门的注意 大门开口就要拿走八成 虽然500很不甘心 但也没办法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 小风突然冲进来打算和他们拼命 500看出小风不敢下手 于是轻易将他制服 正在窃听的情报王知道后 打算去救小风 但却被冤屋拦了下来 因为冤屋自有办法 为了救出小风 情报王不惜改变造型 将自己打扮成了公司职员 找到500一伙人后 向他们提供了一批名单 这上面全是购买了高额保险的人 情报王还叫500他们 继续用之前的手法瞒过警方 得知情报王知道自己的秘密后 500本打算除掉他 后来看在高额的回报上 500还是选择与他合作 小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不敢相信 情报王尽是500的合伙人 难道父亲的死也和情报王有关 接着十二爷按照冤屋的要求改变身份 并找500借高利贷 500派手下调查了一下 发现似乎没有问题后就借给了他 得知资金不足后 500联系上了大门 从大门那里借了2000万 随后 情报王找到了那些曾经被老风帮助过的人 他们在得知可以报恩后 立刻按照冤屋的指示找到500 纷纷向500借钱 直接把2000万搬空 500本以为自己可以大捞一笔 结果在联系他们还钱时 却发现他们的号码 全部莫名其妙的变成了空号 500这才回过神来 自己被情报王骗了 而在此时 小风的失踪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由于警方已经插手 所以保险金暂时无法取出 500本想带着自己的余款逃跑 结果大门找上来了 他开口就要500还4000万 因为他们也是放高利贷的 就算是自己人也得明算账 得知必无可避以后 500一把推出手下 然后准备跳窗逃跑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大门亲手取走了他的命 警方接到报警后 带走了两伙人 同时也救出了小风 女记者在人群中发现了情报王 于是叫摄像赶紧拍 结果摄像拍到了院屋 瞬间 女记者进入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之中 画面中的院屋竟然知道 女记者的内心深处有仇恨 他也想找院屋帮他报仇 等女记者回过神来时 院屋已经不见了 某天小风来到墓地 准备祭拜老风 结果遇到了情报王 他认为正在祭拜老风的情报王 是在心心作态 老风就是被情报王这样的人害死的 于是扔掉了打火机 院屋不明白 被小风误会真的无所谓吗 情报王表示不要紧 就当是大骗局返卫院的主题吧 毕竟我只是老风的一个朋友 没想让谁对我心怀感激 啊你违约了 还没抽还没抽 哎算了 只抽一根就放过你吧 女记者在调查院屋的同时 院屋也在调查女记者 因为院屋可以感觉到 女记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怨气 主任在发现院屋是个大美人后 觉得此事可以深挖 收视率一定高 但他们手头上没有充足的证据 所以现在要做的和之前一样 依然是收集证据 本集的委托人名叫关口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 虽然工作很普通 但他十分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 在准备复印文件时 他突然看到新员工小青正在溜须拍马 而此时部长又打电话过来要资料 他看到小青在发私人短信 于是便请他帮忙复印文件 虽然小青很不爽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在看到上司路过时 小青主动向上司搭讪 让上司知道自己在帮关口复印 上司见状立刻批评了关口一顿 叫他不要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做 有打压新人的嫌疑 小青并没有就此作罢 反而乘胜追击 请求上司不要批评关口 不然关口可能会给他穿小鞋 这下上司更讨厌关口了 事后小青又装作自责的样子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这下关口欺负新人的名声算是做实了 没办法关口只有把自己的委屈写进日记里 小青不好好工作 只知道卖弄姿色 这让他十分讨厌 下班后关口质问小青 为什么要瞎说 并且还装哭 这里没有外人 小青也不再演戏 直言这里的男人好骗 只要对他们温柔一点 再哭给他们看 他们马上就会自作多情 他很享受这种玩弄他人的感觉 最后还嘲讽关口享受不到 关口直言 只有没有内涵的人才会用脸去和他人比个高低 结果这话刺激到了小青 只有你们这些没自信的人才会把什么内涵努力挂在嘴边 到头来根本没人会注意你 然后又嘲讽了一下关口的未来 小青这才满意离去 记录下自己对小青的不满后 关口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认为只有工作才是优秀女人的生活方式 我对工作充满自豪 小青根本不配这么说我 几年前关口的弟弟因为某起事故而导致下半身瘫痪 虽然关口一直在鼓励弟弟 但弟弟最后还是自杀了 为了防止悲剧重演 他制定了一个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旅游计划 以此来让他们放松身心 不要因为自身残疾而想不开 某天下班后 小青偷偷打开了关口的电脑 删掉了某个重要文件 然后从日记里得知了关口对自己的不满 为了报复关口 他偷走了关口制定的残疾人旅游企划书 部长在进到这份企划后 狠狠地夸了小青一顿 关口看后直言这是自己的计划 并且电脑里还有备份文件 结果打开电脑才发现 备份文件不见了 就在此时 新的状况又出现了 某个六天行程的机票出现了问题 导致客户一直在机场啥等 而这个行程正是关口负责的 为了平息客户的怒火 关口一直忙到了深夜 在看到小青得意的神色后 关口立刻质问小青 谁知却被小青嘲讽了一顿 小青不仅从外貌和年龄上攻击 甚至还嘲笑关口的爱心 随后又读起了他的日记 在得知一切都是为了弟弟后 小青立刻撕毁了关口和弟弟的合照 可就算这样 小青还是不打算就此停止报复 就在小青离去后不久 一张黑色的名片出现在了这里 于是关口就这样通过名片联系上了原屋 并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他希望能将小青进行社会性抹杀 怨屋开价一百万 这个价格关口承受得起 只求怨屋能揭穿小青的真面目 另一边 女记者从老警察口中确认了怨屋的长相 老警察很好奇 女记者为什么会调查怨屋 女记者告诉她 怨屋所谓的消除怨恨 只不过是在制造连锁怨恨而已 我一定会阻止她 老警察听后 劝女记者就此放弃 不然会有麻烦 小青因为提供了残疾人旅游企划 而提前转正 成了正式员工 甚至被夸奖为拥有温柔内心的人 而在另一边 情报王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料 原来小青的美貌是虚假的 她全身都动过手术 是一个十足的人造美女 此时关口打电话过来 崔苑屋赶紧行动 由于现在还在调查期 所以她只能请关口稍安物造 为了保持美貌 小青每个月都会去一次诊重医院 为此她花了不少钱 一晚小青在和同事吃饭时 无意中发现了小帅 于是她便借上厕所之名偷看了小帅几眼 小帅也主动勾搭上了她 两人很快相识 并睡在了一起 离去时 小帅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并和小青温馨告别 某天小青突然发现医生换人了 原来眼前的医生竟是情报王 真正的医生早已被迷晕 情报王告诉小青 你以前做的手术 现在出了点问题 严重的话鼻子可能会塌下来 需要尽快动手术 手术费总共需要两百万 李奈还提醒小青 动手术要趁早 不然就会像她一样 可小青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试着联系小帅 但小帅根本不接她的电话 为了消除烦恼 小青选择了大吃大喝 然后又全部吐出来 筋疲力尽之后 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相原因 她的父母十分疼爱妹妹 而对于姐姐小青 父母则是冷漠一带 或许这就是小青走出路的原因 没人爱自己 只能自己爱自己 随后 冤屋用小帅的电话警告小青 你的虚假是藏不住的 为了揭穿小青的身份 冤屋找到了小青同事的朋友 然后李奈便按照要求 去勾引这位朋友 吃到一半时 李奈突然声称要去见男友 于是便把朋友一个人晾在了这里 朋友正在郁闷时 同事突然发现了她 于是朋友就这样加入了同事的那一桌 在得知小青的名字后 朋友突然想起了老家的邻居 邻居的名字和小青一样 但是没有眼前的小青那么漂亮 甚至可以说很丑 朋友知道邻居的父母对她不好 但却并没有因此同情 反而还经常欺负她 高中毕业后 邻居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而这位邻居正是整容之前的小青 某天打扮成老人公寓经营者的愿务 来到了小青所在的公司 她声称自己对轮椅旅行很感兴趣 想和小青进行合作 谈完后 怨屋爽快地表示 这周五她会带两百万过来 另一边 正在调查怨屋的女记者 突然想起了父亲曾经的告诫 无论如何也不要心怀怨恨 那么父亲肯定知道母亲的真正死因 虽然父亲一直说母亲是病死的 但女记者不信 因为她的脑子里还残存了一些记忆 母亲的死并不简单 在她不断的追问下 父亲陷入到了巨大的悲伤之中 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告知女记者真相 也许她有什么难言之隐 回到小青这边 小青在发现怨屋离去后 猜到她已经交钱 而在此时 黎奈也打来了催促电话 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 于是小青一咬牙 偷走了关口的工作证 然后用她来开门 想以此嫁祸给关口 就在小青准备偷钱时 灯突然亮了 原来关口早已等候多时 另一边打扮成快递员的小帅 突然出现 她向众人展示了小青整容前后的对比照 这下大家震惊了 接着小帅又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打开了监控画面 让大家看到了关口和小青的对峙 由于小青不知道这里有监控 因此毫不避讳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部长知道后连忙赶到了办公室 这下小青愣住了 本想靠眼泪扭转局势 结果她震惊的发现了自己的对比照 这下小青彻底崩溃了 她发疯似的抢走两百万 想赶着做手术 结果发现电梯还离得很远 于是便选择走楼梯 最后一个没流程从楼梯上跌落 鼻子被摔得严重变形 这下她彻底破相了 一切结束后朋友才知道 眼前的小青正是当年那个被她欺负的邻居 知道小青有着悲惨的过去后 关口陷入了矛盾 一方面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 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毁了一个人 她很好奇 为什么渊巫在知道小青过去的情况下 还会继续完成这个任务 渊巫告诉她 我并不是靠着正义感在工作 只要有怨恨委托 我就会行动 事后渊巫拿回了自己的两百万 某天 女记者在祭拜母亲时突然发现 这里有人祭拜过 但她查了一下那人祭拜所用的花后 才震惊的发现 该花代表的竟是怨恨和复仇 那么祭拜的人会是谁呢 十几年前 一个背后有着人脸纹身的人 玷污了女记者的母亲 女记者刚好目睹了这一幕 后来母亲便怀着怨恨割井自杀 由于打击过大 女记者选择性遗忘了这件事 只留下了少许残存的记忆碎片 随着冤屋的出现 女记者一点点的找回了这些遗忘的记忆 本集的委托人名叫阿宝 15年前的一天 一名歹徒闯进了她家 杀害了她的父母和弟弟 由于阿宝当时不在家 所以躲过一劫 虽然事后报了警 但警方查了整整15年 也没有查出任何头绪 眼看诉讼时效期就要过了 到时候凶手就能免受追责 万般无奈之下 阿宝只好求助媒体 向媒体和观众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并对歹徒隔空喊话 就算诉讼时效期过了 我心中的时效也不会过 我会一辈子怨恨你 女记者以嘉宾的身份 被邀请到了直播间 在知道阿宝的遭遇后 女记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时效一到 很遗憾无法再追究犯人的责任 正所谓恨罪不恨人 比起仇恨犯人 我更希望阿宝能乐观积极地 面对以后的人生 远巫也在看这个新闻 听到这话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什么恨罪不恨人 说得好听而已 其实情报王早已查出 歹徒的身份 只可惜没人委托怨巫 今天是时效期的最后一天 过了今天 歹徒就完全无罪了 在和主任讨论案情时 一名自言自语的老头 吸引了女记者的注意 老头看上去是喝多了 自言自语的说什么 过了今天就恢复自由 女记者和主任听后 赶紧向他询问 在得知二人的身份后 老头表示想喝酒吃肉 主任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 老头名叫九我山 15年前杀害阿宝一家的 就是他 反正时效期要过了 说了也没人能把他怎样 随后他又吐槽了一下警方 早知道警方这么无能 就不用整天提醒掉胆的了 直到这些后 主任向他发出了邀请 希望九我山能以独家采访的形式 参加电视台的节目 最后主任以100万的价格 搞定了九我山 相信这次一定能把收税率提起来 女记者觉得搞这种采访 简直是在受害人的伤口上撒盐 但主任却说 记者的使命就是为观众提供新鲜的情报 其他的一概不管 在看到这期采访后 阿宝惊呆了 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九我山不但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没有任何后悔 甚至还怪受害人叫得太大声 吵到他 所以他才选择杀人 本期节目播出后 收视率果然上涨了很多 主任因此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但他也知道 九我山一定会被其他电视台盯上 所以得抓紧时间搞第二期 而他们第二期的目标竟然是阿宝 希望阿宝能在节目里谈一下自己对上期节目的感想 这下没把阿宝气死 阿宝大声斥责无良记者 叫他们赶紧滚蛋 后来想采访九我山的电视台越来越多 所以九我山的出场费自然水涨船高 现在都是一千万起步 虽然这个价格高得可怕 但主任还是答应了他 之前的采访都做了马赛克处理 而这一次九我山直接露脸了 现在的他没有任何顾忌 十分嚣张地讲述自己的犯罪过程 然后又抨击了一下社会问题 千错万错 我没错 都是社会的错 是这个社会不好 我是社会的牺牲者 某个专家看不过眼 说了九我山两句 结果被九我山狂喷 甚至被威胁 最后九我山还鼓励了电视机前的罪犯 叫他们好好躲藏 过了15年就可以逍遥法外 阿宝真的不明白 这是什么法律 凶手不但可以上电视 还能通过采访狠赚一笔 家人全都白死了 真的好不甘心啊 就在他痛苦万分时 门铃突然响了 接着一张黑色的名片飞入了屋内 于是阿宝便通过名片联系上了冤屋 向冤屋讲出了自己的遭遇 他希望冤屋能将九我山进行实质性杀害 冤屋开价3000万 阿宝付得起这笔钱 他要让整个社会知道 就算过了时效期 凶手也不能逃过惩罚 参加了几次节目后 九我山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 简直是一线明星的待遇 某天 女记者在自己的位置上发现了一朵复仇花 随后冤屋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冤屋问女记者 你的内心有失效吗 问完就立刻挂掉了电话 等女记者再打过去时 冤屋的号码已经变成了空号 这几期节目播出后 收视率连创新高 主任再次受到了夸奖 而女记者则叫他们停手 因为最近投诉的人实在太多了 但主任根本不予理会 这种投诉有什么好在意的 没过多久 老警察突然找到了女记者 他再次劝女记者停手 如果继续调查冤屋的话 搞不好会被冤屋利用 女记者听后信心满满的说 我是不会被卷入仇恨的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只有法律才可以惩罚人 另一边 李奈按照冤屋的指示 混进了电视台当接待 而小帅也以实习助手的身份 搭上了主任这条线 由于冤屋只会出现在有怨恨的地方 所以女记者找到了阿宝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关于冤屋的线索 但阿宝也不傻 买凶杀人这种事怎么可能承认呢 所以女记者并没有查到什么 就在阿宝去关煤气时 女记者突然在她的钱包里 发现了冤屋的名片 于是她立刻用最快的速度 抄下了联系电话 随后通过抄下的号码 联系上了冤屋 她对冤屋说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 于是二人就这样确定好了见面地点 女记者一上来就批判了冤屋一顿 说冤屋并不代表正义 但冤屋从不以正义人士自居 所以这种批判显得软弱无力 女记者健壮又想从法律层面攻击 冤屋听后并没有选择回击 而是讲述了女记者的童年阴影 随着冤屋的讲述 女记者的记忆开始逐渐恢复 冤屋知道歹徒的身份 问女记者想不想知道 女记者心里非常想 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他哭着对冤屋说 我不会恨人 报了仇也解决不了什么 虽然女记者没有委托 但冤屋还是向他承诺会随时恭候 后来九尾山还出了书 不过李奈对这种人写的书 丝毫没有兴趣 小帅向主任提议 同时请来九尾山和阿宝 让他们一起上节目 这样的话收视率一定爆炸 此建议受到了主任的好评 阿宝本不想去 但冤屋之前劝过他 所以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他还是同意了女记者的邀请 为了防止女记者看出破绽 他还装出了一副 看破一切的淡然模样 既然都大结局了 自然少不了12了 12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 找到了主任 其实女记者真的很想报仇 为了控制自己的仇恨之火 这段时间他全靠吃药来应称 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可以叫别人看开一点 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就不一样了 随后女记者被一个电话 引到了外面 而在此时 林奈一个不小心弄失了九尾山的衣服 九尾山只好脱下了外套 女记者因此发现了九尾山背后的纹身 九尾山的纹身和当年玷污母亲的歹徒一模一样 所以歹徒的身份自然也就忽之欲出了 为了保险起见 女记者还是确认了一下 最后发现自己的判断没错 另一边 12将九尾山和女记者的关系告诉了主任 主任认为此情报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没过多久九尾山就拥有了大批粉丝 并随之举行了见面会 冤屋假扮成粉丝用纸条传递消息 提出想和九尾山单独见面 九尾山本以为会有咽喻 结果冤屋只是来传递消息的 某位十分痛恨九尾山的网友声称 要在下次的直播中干掉九尾山 九尾山猜测 这位网友很可能就是阿宝 终于到了直播的日子 各方势力都做好了准备 可女记者却在此时打起了退堂股 她不想当今天的嘉宾了 但主任根本不同意 因为她已经制定好了今天的计划 节目一开始 九尾山和阿宝就针锋相对 互相挖苦讽刺 没一会儿就吵了起来 主任看到时机成熟 于是立刻叫小帅放录像带 录像带里记载的 正是女记者母亲的自杀案 这一幕刺激到了女记者 她连忙翻包找药 主任则叫工作人员把镜头对准女记者 随后一位大叔以送药的名义 递给了女记者一把剪刀 九尾山在看到录像后 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 反正这件事也过了时效期 就算承认了也不会怎么样 听到这话 女记者再也忍不住了 内心的仇恨已经被全部掉出 而阿宝也在此时和九尾山扭打在一起 在发现地上有把刀后 九尾山立刻拿起刀防撑 本以为自己已经安全 谁知女记者却拿着剪刀从背后偷袭 就这样九尾山命丧当场 但女记者并不解气 为了确保死透 她连捅了九尾山树下 这下现场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 直播也因此被迫终止 后来警方逮捕了女记者 这次的直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收视率达到了48% 但上层还是决定开除主任 毕竟要找个背锅的 主任怒不可遏 明明是这些人叫她想办法提高收视率 结果现在他们却过河拆桥 事后情报王在网上揭露了主任的丑恶嘴脸 为什么她会对付主任呢 那是因为冤屋接受了送到大叔的委托 15年前主任为了收视率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污蔑大叔使犯人 害得大叔丢掉工作失去家人 所以大叔才想要社会性抹杀主任 能看到生不如死的主任 这一百万根本不算什么 最后老警察找到了女记者 道出了她被冤屋利用的真相 但女记者并不后悔 杀了九尾山之后 之前的阴霾一扫而光 所以她现在很感谢冤屋 并且她也知道 老警察的心中一定也有怨恨 只是隐藏的比较深 好了 冤屋两记加上两篇特别篇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冤屋最后去哪了 她的原话是 只要人心存恨 我便存于事